早上的时候老师说今天提前十分钟答疑 首先呢给大家答的第一个疑问 我想问大家我的声音怎么样 大小可以吗 可以是吧 好 小是吗 好那你们觉得这个声音可以不可以 现在这个声音 我要是把声音弄大了 我就怕我对你们吼 是的如果听到声音特别大 就会觉得有点疲惫 所以我就尽量想让你们听得能够舒服一点 我们首先答疑咱们课本当中的第二十页 现在还是有点小吗 那我就恢复原样了 好现在把课本翻到书上的第二十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昨天有一个同学提到了周期跟老师PPT里面的不同 是不是 那么这个周期课本咱们讲义当中的周期确实有问题 首先有很多同学疑惑 为什么是A大于B 对吧 有一些同学我看到公屏里面说 老师为什么规定A大于B 其实也可以B大于A 这个是它的规定 它为什么这样规定呢 它就是为了能计算出我们的周期 咱们的周期不是说了吗 是最小的证数 对吧 最小的证数在众多周期当中 最小的那个证数 因此 所以我T就等于A减B 理解这个意思吧 如果说我是B大于A的话 那么T就等于B减A 就这个差别 就这个差别 其他的没有什么 好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 咱们讲义当中出现了一个小的错误 讲义当中写的是A加B 其实应该是A减B 好 这个答疑答完了 这个答疑呢 我会在等一下上课的时候再说一次 但是不会说的这么详细 我就点一下就行了 因为房子有一些同学可能没有听这个 咱们正式上课的时候再说一次 好 那今天上学习的内容 我想问大家 关于这个负平面这道题 就是我们这个X的五次方减1等于0 这道题 还有没有疑问呀 有一个同学问了 鸡窗偶不窗是不是 都是从我们素轴的左上方起 好 萤火虫 我说一下啊 素轴的左上方起 跟鸡窗偶不窗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为什么老师规定 从素轴的右上方 右上方起 就从这开始画点 为什么这样规定呢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我们要保证 咱们所有X前面的系数 它必须是大于0的 也就是我们X前面的系数是正的 只要你观察了之后发现 X前面的系数都是正的 那你直接这样画就行了 鸡窗偶不窗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再写一个啊 比如说我写一个X加1 它的平方 然后是我们X减2 它是大于0的 好 这时我去在素轴当中画出我的点 那么一个空心点是-1 一个空心点是2 对不对 你遇到奇数次的时候就穿过它 遇到我们偶数次的时候就反弹 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你看我穿过了2 但是我遇到了1的时候 我发现它是偶数次 我就反弹 理解这意思了吗 都是空心点 杜家老师 好 这个问题解答了 然后100万 你问了老师的这个问题 先前老师就看到了 你说16题和17题怎么看 老师昨天给大家 放这个真题的时候 就给大家说了 你不用去做16题和17题 那么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就看一下 我们的真题里面 16题和17题 它是怎么考的 了解一下 题型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是干什么呢 是去看教材 你不要去看16题和17题 就不要去做题 没有用 你重点是看你 本学段的教材 比如说你是初中的 考初中的 那你就去看初中的教材 比如说你是考高中的 你就去看高中的教材 那么早上的时候 老师利用了 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讲解了 初中教材怎么看 如果你没有去听回放的话 你没有去听直播的话 你可以晚上下课之后 或者明天什么时间有空 你就听一下那个直播 那里告诉你 怎么看教材 看什么 这个说一下 100万个可能 你现在理解老师 说的意思了没有 就是不是让你去做 16题和17题 你可以去看一下题型 接着最核心的一个目标 去看教材 当你有了那些教材 你知道的教材上面 讲的是什么 再配合老师最后三次课 给大家讲的模板 这时你就 什么600个字呀 几百个字的 这样的教学设计 就一点都不难了 写出来 好 有一个同学说 买什么版本的呢 我说一下 其实咱们教材 你不要去看什么人教版 或者北四大版本 没关系的 教材它版本不同 核心的姿势点 都是一样的 尤其到了初中和高中 教材之间的差异 就特别的小 所以老师在群里面 已经给大家发了 咱们电子版本的教材 你可以去看电子版本的教材 当然 你如果觉得看电子版本 教材伤眼睛 或者不方便 我不会用 你就可以去买教材 直接买人教版的就行 好 群在哪里 对吧 像群在哪里 这个问题 就是你在 你的课 就是你这个买的这个课程 打开那个 你买的那个课程 然后上面有一排链接 有一个是QQ的标字 你直接点它就行了 直接点它就可以 虎牛 对对对 你看我们的天线宝宝 谢谢 谢谢咱们的作家老师 我们已经上了好几次课了 我都没来得及 谢谢我们的作家老师 数学的作家老师 是最辛苦的 要打那么多的符号 所以非常感谢 好 我现在问 今天早上给大家讲的这道题 你们课后之后 有没有去认认真真的 把它做一做 在做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 就疑惑呀 或者等等 好 虎牛问了一个问题 说买教材 是不是买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的确 咱们教师资格证考试 它是没有什么重点篇目 比如说有些同学说 老师 是不是只考重点篇目 咱们教师资格证考试 不管是小学 初中还是高中 咱们考教学设计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逢到章都有可能考到 所以老师今天上午 给大家讲的时候 就是让大家去看 每一章的前一节或者两节 不是说哪个 比如说像咱们考编的时候 有可能统计与概率 就不太有可能考到 但是咱们考证的时候 这些统计与概率 这些都有可能考到 今天晚上讲的 跟早上讲的 关联不是十分的大 不是十分的大 你可以听 三五没来得及听 没关系 晚上直接听 老师跟以往一样 都是把大家想象成 零基础的学员 然后讲的都是比较慢 还没有开始呢 我们现在还没到开始时间呢 现在正在答疑 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确实大家都有点辛苦 特别是上班的同学 就是挺辛苦的 有从根的那个题 那个题 棒棒糖你说清楚一点 好吧 是分数分数那个吗 分数方程那个吗 老师只讲过那个 有真根 从根 你说的是为什么穿针引线 从下面穿 为什么穿针引线 从下面穿 我们一直都是从上面穿呀 从上面穿 就是上去 然后下来 你是不是想问 鸡穿偶不穿呀 是不是 都是从上面穿 你是不是想问鸡穿偶不穿 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 x加1 括号的平方 然后x减2 它是大于0 好 这时我们去穿的时候 逢到指数是激素 比如说2 比如说4 6 8 这样的激素的时候 就反弹 不要穿过它 不要穿过它 你想说的是 我看到开始是从 不是都是从上面 都是从上面 没有从下面穿的 如果老师给大家讲 可以从上面穿 也可以从下面穿 然后讲什么情况 从上面穿 什么情况 从下面穿 大家就懵了 所以我每次上课都规定 都规定大家 不允许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大家不是高中生 大家利益 我们初中高中的课本 时间太远了 所以不能把这个情况 讲得这么灵活 好 下面就不答疑了 我们正式准备开始 上我们的课了 遇偶就反弹 对 好 准备开始上课了 好 下面呢 我们开始正式进入 咱们今天晚上的课程 我是组讲老师 吴倩 好 我们今天晚上 要给大家讲的内容 包括我们上 剩下的平面向量的 其余的内容 以及空间向量 和平面解析几何 在讲咱们今天 所学习的内容之前 有一个 小的问题 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第二十页 讲义第二十页 在我们周期 周期性判定第二个 第二个里面 那么第三个里面 第三个里面 第二个 还是第二个 看擦眼了 第二个里面 有一个T等于 A加上B 它是错的 应该写成T等于 A减B 大家改一下 昨天晚上的 老师已经把推导过程 给大家讲过了 如果有小伙伴 没有听昨天晚上的课 不知道的 那么可以听一下回放 当然如果自己接触好 也可以自己推一下 其他的没有什么 我们课本当中 咱们讲义当中 这里出现了一个小的错误 大家改一下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 咱们今天正式的这个课程 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 大家把讲义 翻到咱们32页 把讲义翻到咱们的32页 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讲 我们上午的时候 给大家讲到 我们向量的运算 但是向量的运算 我们向量的运算率 没有给大家进行讲解 等一下呢 我们就从向量 平面向量 它的运算率 开始进行讲解 那么我首先介绍一下 咱们今天晚上 所学习的内容 以及在考试的时候 它考的频率高不高 那么关于平面向量 和空间向量 这个部分姿势 一般情况下 如果在考试的时候 考大家的话 就会出现在选择题里面 就是在选择题里面 考大家一个运算率 或者是考大家一个位置的判定 比如说 太大平行 太大垂直 像这些位置的这个判定 那么这个是 我们经常考的选择题 那18年 上半年就刚刚考过 好 这是给大家说的 像平面向量 空间向量 这一类 也有可能考 咱们教学设计和案例分析 但是 我觉得 今年考到的可能性呢 不是十分的大 因为有一个 我觉得今年考到的可能性 相比而言比较大一些 是我们高级中学的小伙伴啊 这个向量的姿势和 咱们平面解析几何的姿势 都是我们高中学习的 所以今天晚上所讲的内容 我们初级中学的小伙伴 是不需要备考 教学设计和案例分析的 哪一个姿势呢 咱们高级中学小伙伴 来看 平面解析几何 从来没有考过 教学设计和案例分析 看一下啊 你看 是直线方程 圆于方程 和我们的圆锥曲线 好 圆锥曲线是咱们 选修里面上的 可能考到教学设计的 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直线方程和圆的方程 比如说我们点协式 咱们圆的方程当中的 标准方程和一般方程 都是特别重要的姿势 因此我觉得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备考 教学设计和案例分析的 咱们的这个就是内容 大家注意一下 尤其是咱们高中的小伙伴啊 好 那我们初级中学的小伙伴 他考什么呢 刚才老师说的选择题 在你的试卷里 肯定是会出现的 肯定会出现 我们平面解析几何这里 直线的方程 圆的方程 有可能考选择题 也有可能考 我们计算类的简答题 比如说 让大家求一个点 它的轨迹 你们在真题里面 应该看到这样的题目 让大家去求 我们一个点 它的轨迹 它的方程 好 另外 还有可能让我们去判断 一条直线和一个圆 比如说 告诉你椅子的一条直线 与我们要求的这条直线 它的位置关系 然后让你去求 我们要求的这条直线 它的方程是什么 好 像这些选择题 也是有可能考的 所以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小伙伴 像这些知识类的 考察这些知识类的 在选择题 简答题当中都会考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知识 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晚上学到的 比如说 我们学到的空间向量当中的擦层 空间向量当中的擦层 或者是 我们空间向量当中 坐标之间的一些运算 比如说 我们两个向量平行 两个向量垂直 用坐标进行运算 表示出来的形式 这些内容 在我们高等数学里面 有一节 叫空间解析几何 那你就要用到这些知识 像擦层就要在那用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 所学习的这个内容 就是为 我们后面学习高等数学 做准备的 那同样的 咱们平面解析几何 所学习的 比如说我们直线的方程 咱们圆的方程 以及我们椭圆 双曲线的方程 也是在空间解析几何当中 现在平面 有平面的椭圆 对吧 我们到空间解析几何当中 就有椭球 我们的球 还有咱们空间当中的直线 和平面的方程 它都是从我们平面 这些方程延伸过去的 因此 我们今天晚上 所学习的这些知识 都是为后面 做准备的 所以清楚一下 可能有一些同学会说 那今天晚上 这个知识是否考的少 它其实不是 比如说我们 线性怠速 有专门的一节 叫向量 那个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晚上 讲到三维的向量 到线性怠速里面 我们就会去讲 高维的向量 理解这个意思 因此今天晚上 所学习的这些知识 都是为后面 做准备的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 今天晚上正式的课程 我们之前 早上的时候 咱们向量的运算 坐标的运算 以及几何运算 都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给大家讲 向量的运算率 好 我总结一下啊 如果说我讲到 向量的运算率 向量的性质 向量的运算率 向量的性质 以及定理 那么每一次 讲到这三个姿势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不太会考大题 但是会考选择题 所以我每一次讲到 向量运算率 性质 定理的时候 你就要在旁边写上 选择题 备考的 那么考试的时候 怎么考呢 其实很简单 都不需要 都不需要你 去用这些交换率啊 这个结合率啊 分配率啊 不需要你用这些定律 去计算 而是考试的时候 A B C D 四个选项 就是它 A就是它 B就是它 然后C就是它 然后D再给你编一个 问你下列选项 错误的事 理解这个意思吧 直接考你这些 交换率 结合率 分配率 它们是不是正确的 这些公式 是不是正确的 好 有同学就害怕了 老师 你这一页 全部都是公式 那我不是背死了 是吧 其实不需要大家背啊 一点点都不需要背 那么你把老师 给大家总结的这个规律 写在你的讲义里面 咱们什么 就是哪些情况 满足交换率呢 满足交换率呢 加法 向量的加法 向量的减法 加法减法 和我们的速成 点层 好 这样的三个情况 它是满足交换率的 加减 速成 点层 这三个情况 它是满足交换率的 我们一起来看 你看 两个向量相加 我是不是可以交换 它们的位置 好 两个向量点层 我是不是可以交换 它们的位置 一个速与向量相成 我是不是也可以交换 它们的位置 好 把这三个词语 写在你的讲义当中 就不需要背这个公式 每一次看到交换率的时候 就想到 它是点层速成 加减 就满足交换率 其他的就不行 好 这是我们第一种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的结合率 结合率满足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也是一样 是加减 加减 第二种情况是速成 速成 所以 我们点层是不满足的 点层是不满足的 比如说 我现在A向量 点层我们的B向量 然后点层咱们的C向量 我就不能先算 BC点层 然后再于A点层 它们俩就不是相等的 这就是错的 明白这个意思 我们结合率 只有加减 速成 点层是不满足的 清晰了没有 清晰了给老师答E 好 这是我们第二个 结合率 来看 咱们第三个 是分配率 分配率是这样的情况 也是一样 咱们一起来看 如果是速成和点层的话 都是满足的 速成 你看 为什么没有加减了呢 你同学问 为啥没有加减了 我们分配率 咱们前面有一个词嘛 叫做 惩罚分配率 是不是 本身就没有加减 惩罚分配率 点层和速成 都是满足的 我们一起来看啊 我们的Lumita 加上 Mil 乘我们的这个向量A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分开写 先计算 然后再求和 那么同样的 如果一个速 与两个向量的和相成的话 我也可以把它分开写 那么如果是两个向量相加之后 与另一个向量进行点层的话 我可以把它分开 不光可以把它分开写 它是不是还等于我们C向量 乘A向量 再加上咱们C向量乘B向量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点层 它是满足成法的交换率的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可以等于的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好 这三个交换率 结合率 分配率 老师就给大家讲完了啊 那么你把我老师给大家总结的这个词语 写在我们的讲义当中 每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你就温习一下 那么公式本身是不需要记忆的 好 考试的时候怎么考 我再说一下 就是把这些公式 给直接做选项 你能认识它 那么你就能做对 好 其他没什么 这个姿势过了啊 听明白了没 听明白了给老师打1啊 我们向量的运算率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好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啊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 就是咱们向量在运算的过程当中 向量的运算和时速的运算 是有区别的 区别在哪呢 我们向量在运算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去一个速成 就是假设说啊 假设说 我3x 就是等于我们的这个3y 那么我左右两边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3消掉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现在发现 A向量乘C向量 那么等于我们A向量 乘咱们这个B向量 左右两个就不能抵消 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两边不能同时 除以一个向量 这个注意一下啊 这个注意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向量 它是不满足消去率的 它是不满足消去率的 好 其他的没有什么 我们向量运算率 就给大家全部讲完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 向量与向量之间的位置关系 向量与向量之间的位置关系 好 有一个同学莉莉问 点层为何是那么算 等一下咱们答1的时候答啊 我不知道你问的这个问题 是什么意思啊 你把它问清楚一点 然后等一下答1的时候答啊 好 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评念向量第三个姿势 是我们向量的位置关系 在这里呢 老师要给大家讲两个姿势 第一个是 咱们有两个定理 要给大家进行讲解 第二个是 会给大家讲两个向量平行和垂直的判定方法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两个定理 第一个定理叫贡献定理 也是一样 有可能汇出选择题 让大家来判定 什么叫贡献定理呢 向量B与非零的向量A 它贡献的话 冲要条件是 那么想想看 一个向量B与一个向量A 如果它俩贡献 它俩是不是相当于是平行啊 对不对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当然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对吧 所以它们方向是相同的 或者是相反的 那么它们的大小 是不是有可能不一样 不相等 这时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们可以得出B向量 它等于Lamita乘A向量 而这个Lamita 它是有且仅有一个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用坐标 来把我的B向量表示出来 假设说是1 2 那么我们A向量 如果跟它是贡献的话 那么它俩坐标 就是对应层比例的 所以比如说我A向量 就是24 那么你会发现 它是不是就是2乘1 然后这样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可以提出来 一个常数 Lamita 这个常数一定是唯一的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 向量贡献的定理 理解老师意思了没有 理解老师意思了没有 啊好 理解了是吗 好 那么接着 我们这个第一个定理 就给大家讲完了啊 我看到数字开头 好像有问题 你先别着急啊 把你的问题记录下来 等一下我们答疑的时候 给大家说啊 好 下面我们来看 我们平面向量 它的基本定理 这个基本定理呢 考到选择题的可能性 特别的小 那么这个定理 我为什么要讲它呢 这是为后面 咱们学线性怠速里面的 向量做准备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任意的一个向量 咱们平面当中 任意的一个向量 都可以用两个不贡献的向量 把它表示出来 也就是我们向量A 就可以用11和12 这两个向量 它们是不贡献的 用任意的两个不贡献的向量 就可以把我们向量A表示出来 而11和12 它就是我们的基底 就是咱们的这个基底 那么在我们线性怠速里面 我们不称它为基底 我们称它为基 称它为基 好 我们基底是不为1的 但是基底一定是不贡献的 也就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 这个是E1 这个是E2 当然我也可以说 这个是E1 这个是E2 都是可以的 只要是两个不贡献的向量 我们都可以称它为基底 而这两个不贡献的向量 它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向量 都表示出来 好 其他的没有什么 这是我们向量的基本定理 两个定理就给大家讲完了 第一个定理呢 有可能会考选择题 第二个定理就是为 咱们线性怠速里面的向量 做准备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 咱们两个向量之间的位置关系 第一个叫向量的平行 我们怎么去判定 两个向量平行呢 其实老师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 对吧 如果我们向量A 它是X1 Y1 向量B 它是我们X2 Y2 这时 如果说它俩是平行的 我们就可以得到结论 X1 比上X2 就等于Y1 比上Y2 因此 如果我们把它进行划减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啊 它俩交叉相层 然后 然后是相等的 所以我把它俩交叉相层 然后再通过一项 就可以得到它是等于零的 这个明白吧 就是咱们它跟它相层 就等于它跟它相层 好 这是我们向量平行 它的通要条件 向量平行 它的通要条件 那么当中有一个小的姿势 要给大家讲解一下啊 这个等式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等式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这个等式它成立的条件就是 向量A和向量B是平行的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 向量A与向量B点层的话 它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我们向量A 点层咱们向量B 它们的模 对不对 向量A的模 乘向量B的模 然后乘cosinθ 对吧 好 这时我给它打一个大括号 然后是平方 想想看 我们的θ角等于多少度 咱们θ角等于多少度 来说一下 是不是有可能 来看一下θ角等于多少度呀 等于零 或者是180度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是不是正负一呀 是不是正负一呀 因此 这里是正负一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得到这个结论了 这里有一个溢错点啊 有很多小伙伴 只想到了θ等于0 没有想到θ它是可以等于180度的 所以一下 我们是可以同向 也可以是方向相反 好 那么有一个同学问到 咱们向量平行与向量贡献 是不是一个意思 是一个意思 就是一个意思 只是两种不同的说法 只是两种不同的说法 好 这是我们向量平行 下面我们来看 咱们的第二个 是啊 老师写的就是cos啊 番茄老师写的就是cos啊 cosθ 没有错啊 好 下面我们来看 两个向量垂直 那么两个向量垂直 它的重要条件是什么呢 我先把这个向量给大家画出来 来 这两个向量如果垂直的话 它们的夹角是不是等于90度了 因此 它们点层是不是等于0 你看 点层之后 就可以得到cosθ cos90度是等于0的 所以 用我们向量式 就是A向量 点层B向量 就等于0 就有这个结论了 好 A向量点层B向量 它是不是也等于我们 X1乘X2 再加上Y1乘Y2 所以我们坐标式也有了 X1乘X2 加上Y1乘Y2 它是等于0的 好 我们向量式和坐标式都有了 这两个都有了 那么就行了 那下面老师给大家举一下例子啊 平时的时候 咱们怎么考试的 比如说 让大家去判断 两个向量的位置关系 它就有可能会这样出 那么我们向量A 它的坐标是1 2 然后说向量B 它的坐标是X3 现在椅子条件是 向量A和向量B 它是垂直的 或者是平行的 让你去求出这个X 移到这样的选择题 就出来了 你看 如果它俩是垂直的话 我是不是就是 1乘X加上 咱们2乘3 就等于0啊 我是不是就可以算出X 对不对 如果它俩是平行的 那我就是1比上X 就等于2比上3 那么我也一样可以算出X 收到的同学给老师打1 就是老师举的这个例子 听明白的给老师打1 那么像这样的 在考试的时候 还没有考过 但是它属于一个 比较热门的考点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怎么去判定 两条直线的这个垂直关系 咱们不放到这里讲 我们到后面 在直线方程那里 会给大家进行讲解的 好 两个关系 老师就给大家讲完了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个真题 这个真题呢 是2013年高级中学 出的一道选择题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以资正方形 ABCD 它的边藏为1 点E是我们AB边上的动点 则我们这个值为多少 好 有一些小伙伴已经算出来了 那么咱们用什么方法 来做这样的题 想想看 我们他说这个正方形 然后又说这个E点 是我们这个AB上的一个动点 然后像我们 让我们去求两个向量 它的点层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图画出来呀 先把图画出来 是吧 好 你们都是用的什么方法呢 老师想问大家 用的是什么方法 用的是什么方法 今天也是100多人 都用了什么方法呀 你看 咱们是不是可以 比如说我现在知道了 E是上面的动点 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把 第一给它表示出来 对不对 所以有同学就说建立直角坐标系 非常好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同学说的 建立直角坐标系 那咱们来建立一个直角坐标系 好 建立了这个直角坐标系 我们只要把第一这个向量 和CB这个向量 它的坐标写出来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坐标来进行点层 对吧 用坐标表示 好 咱们一起来看 D点 它的坐标是什么 是咱们01 对吧 一点它的坐标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动点 但是 Y是等于0的 因此X0这是我们一点它的坐标 好 咱们C点的坐标呢 是1 1 我们B点的坐标是什么 是10 老师为什么能这么快的把这个坐标写出来呢 就是因为 它告诉我们正方形 它的边长等于1 所以你看 是不是就有了 我假设A的这个坐标 是我们的坐标原点 也就是00 所以其他这些是不是都有了 你看边长都是等于1嘛 因此我们一起来看 D叶 它等于什么 等于一点的坐标 减去我们D点的坐标 所以就是我们 X减咱们0 因此就是X 然后接着我们0减1 是不是就等于负1啊 好 D叶 我的坐标有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CB 它的坐标 那就是用B点的坐标 去减C点的坐标 因此就是0 然后也是负1 好 这时我们对应的来进行相乘 X乘0 那么得0 然后加上负1乘1 得1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1 是不是可以啊 好 这是建立直角坐标系 如果有同学不适应 老师 我不会建立坐标系 那么我用什么方法做呢 好 刚才老师讲的这个建立直角坐标系 会了没有 会了给老师打1 会了没有 理解了没 那好 那么如果有同学不散于建立直角坐标系的话 这道题目也不难 咱们怎么做啊 A B C D 那么现在第一告诉我们了 是我们要求的 我们可不可以把第一表示出来啊 第一它等于什么 第一等于什么 这等于我们DA 层子 加上咱们的这个AE啊 因此 你现在想让 用 想让我们计算 D一层CB 那么我就是用DA 去加上咱们的AE 去层我们的这个CB 好 刚才有一个同学说 点层的分配率 不明白 你看 你看 现在老师给你算一次 什么叫点层的分配率 它就相当于我们平时做的 这个A加B 然后跟C相乘 这个分配率 是不是就是他跟他相乘 然后再加上他跟他相乘啊 所以就等于DA 乘咱们CB 然后加上咱们AE 乘咱们CB 好 我们一起来看 DA是谁啊 DA在这 那么CB也在这 它俩是平行的 所以就等于它们模的平方 所以因此就等于1 对吧 好 AE跟我们CB相乘 AE在哪 在这 CB在这 它俩是什么关系 它俩是什么关系 AE和CB 它俩是什么关系 它俩是垂直的 垂直的点层之后 等于什么呀 两个垂直的向量 点层之后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0啊 所以1加0 是不是还是等于1 好 就算出来了 理解这个意思吧 刚才有小伙伴问了这个问题 老师扫了一眼 好像看到了 好 那么我们这个题目 这样做也是可以的 我就是用向量的运算 我第一是不知道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有一些同学 有些同学用c他脚牙什么的 其他的方法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是老师给大家讲的两种方法 两种方法 一个是用直脚坐标系 然后一个是用咱们向量它的运算 向量它的运算 好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那么这是我们这道真题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给大家讲 我们向量它的一些 常用的一些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呢 在考试的时候考的不太多 但是如果考到的话 老师希望大家能回忆的起来 第一个结论叫做一个封闭的图形 如果首尾连接而成 就是一个封闭的图形 它是由我们向量 首尾连接而成的 那么这时我们向量的和就等于零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你看现在有一个三角形 这时它是由三个向量构成的 好一个向量是这个 一个向量是这个 一个向量是这个 那么这是A向量 这是B向量 这是C向量 现在如果让大家去计算 A向量加B向量 加C向量的话 那么它的结果是等于零的 它的结果是等于零的 好这是一个结论 然后第二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 是这样的一个结论 以致一个向量A和一个向量B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看起来 是不是有点复杂呀 对吧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复杂 这个不等式 它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来看 好后面这个是两个膜的和 前面又是两个膜的X 然后求膜 就相当于求绝对值 好 那么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两个向量 它们的和 然后或者是它们的X 然后求膜 那么去理解起来 看到这个不等式本身 是不太容易理解的 但是画一个图 你就特别清晰了 现在有两个向量 我是不是可以假设 这个向量是向量A 向量A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向量 是向量B 那么A向量 加上B向量 它的膜指的是什么 咱们上午的时候 给大家讲了 指的是什么 我先看A向量 加上B向量 A向量 加上B向量 那么是不是形成的 平行四边形 各位同学 能听到的声音吗 我怎么发现 大家不踩我了 这个应该不难吧 两个向量的和 那么其实就是一个 平行四边形 它对角线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是 如果我把这个图形 补齐的话 那么它就是这个向量 对吧 好 这个向量 也就是这个对角线 它的长度 因此如果我写下来的话 就是A向量 加上B向量 就是这个对角线 它的长度 而它小于等于 A加A的膜 加B的膜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 我们这一段 是不是我们B的膜呀 这一段 是不是咱们A的膜呀 如果说 我把它单独画出来的话 你就知道了 这是A的膜 这是B的膜 这是我们A加B的膜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知道 在咱们三角形当中 任意两边的和 一定是大于第三边的 理解了 对 很多同学已经在公屏里面说了 好 这是一个 然后为什么 前面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 我们任意两 咱们任意两边的和 是大于第三边的 而第三边 是不是一定大于 任意两边的差呀 对不对 所以就可以有前面的了 因此 这就是咱们这个结论 用的 依旧是我们平行四边形法则 和咱们的三角形法则 好 那么老师讲的这个结论 理解了没有 理解了给老师打一 考的不太多 但是老师想 让大家如果考到了 你立刻想到画一个图 就解决问题了 好 平面向量 就给大家讲到这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讲空间向量 那么空间向量的学习 跟我们平面向量的学习 它基本是一一对应的 基本一一对应的 好 基本是一一对应的 也就是说 我们空间向量当中 比如说几何运算 咱们坐标的运算 在我们平面 在咱们平面向量当中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只是多了一维 好 除了一样的姿势之外 在空间向量当中 老师还会给大家 讲两个新的姿势 一个是擦层 一个是混合机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 什么是空间向量 其实它就是存在于 我们空间直角坐标系 当中的向量 好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什么是空间直角坐标系 空间直角坐标系 我们后面 在咱们空间解析几何里面 经常用 经常用 要绘画这个图 那么我们来看 本来我们平面直角坐标系 只有X和Y 这样的两个轴 是不是 好 现在多了一个Z轴 一般情况下 我们这个轴是X轴 这个轴是我们的Y轴 数字的这个轴是Z轴 好 XYZ 就是OXYZ 那么就形成了我们 空间直角坐标系 清楚一下 有一些同学会纠结 老师 一定是这样的顺序吗 我可不可以把Y放在这 可不可以把X放在这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我们一般情况下 不要改变Z的方向 X和Y的方向 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上了咱们的课之后 你就不要乱改 一直我们就以这个为X 这个为Y 清楚一下 清楚一下 好 空间直角坐标系这一块 空间向量这一块 高中没有学过是吗 好 老师做一个调查 空间向量这一块 没有学过的 给老师打1 好 很多小伙伴没有学过 好 那么 老师讲的慢一些 等一下讲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都能在课上 就全部能够学会 不需要再用大家课后的时间 好 这是我们空间直角坐标系 清晰了没有 清晰了没 清晰了给老师打1 教面试 有时候就说小朋友 小同学们 好 来 下面我们就 概念我们就了解了 那么 我们就来看 我们 空间向量 它的一些运算 好 你看 现在有了空间直角坐标系 我们有了三个方向 XYZ 那么现在如果让你去用坐标 表示出我们一个空间向量 那是不是应该有三维了 所以我们的Z向量 它就等于咱们XYZ 就有三个方向了 在平面向量里面 我们只有X和Y 现在就多了一个Z 所以向量R 它等于XYZ 这个向量 它的膜怎么求呢 跟我们平面向量里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多了一个Z 因此它的膜 还是等于 根号X的平方 加Y的平方 加Z的平方 还是这个公式 还是这个公式 好 如果说 在咱们空间当中 有两个点 A和B 那么我们怎么去求AB向量呢 向量AB 还是用B点的坐标 去减A点的坐标 跟我们之前是一样的 依旧是用后面这个点 它的坐标 去减前面这个点 它的坐标 所以我们这两个点 它们的距离是什么呢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用我们对应的 用咱们对应的坐标 相减 就相当于 是我们这个向量 它的膜 所以就等于我们 X2-X1 再加上Y2-Y1 再加上Z2-Z1 然后开根号 好 这是我们点A 线段AB 它的距离 就是长度 这是我们相应的这些运算 这是咱们向量的膜 和两点之间的距离公式 那咱们再来看 我们空间向量 它的数量机 跟我们平面向量 它的数量机 有什么不同呢 还是一模一样 我们在讲平面向量的时候 如果我们知道 一个向量A 一个向量B 如果将它们进行点层的话 就是我们的数量机 也就是咱们的内机 那它等于什么 等于A的膜 乘B的膜 乘cosθ 乘cosθ 好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所以 这依旧是推广到 咱们空间向量当中 空间向量当中 这些都没有新的姿势 没有任何新的姿势 那么在这里 老师要补充一个姿势 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数量机 它的几何意义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式子 它的几何意义 是什么呢 咱们来说一下 咱们一个向量 与另一个向量 点层的话 表示的几何意义就是 咱们这个向量 与我们向量B 它在向量A 上的投影的层级 如果我把这个向量 画出来的话 假设这个向量是B 那么这个向量 是我们的A 对吧 我们A点层B A向量点层B向量 它表示的含义就是 我们A向量 在B向量 这个方向上的投影 这一段距离 层上我们A向量 它的大小 好 理解老师说的 这个意思了没有 理解老师说的 这个意思了没有 这个是我们 两个向量点层 它的几何意义 理解了给老师打1 没有理解的 有一些同学 还是没有理解 那么我老师再说一次 老师再说一次 咱们一个向量 与另外一个向量 如果进行点层的话 它的几何意义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现在是向量B 点层向量A 那么我所表示的式子 是B向量 乘A向量 然后乘cosθ 对吧 乘cosθ 好 我们知道 咱们B向量 你看这个式子里面 这个是B向量 对不对 就是咱们 这个向量它的长度 因此也就是B向量的模 好 那么A向量 乘cosθ 它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A向量乘cosθ 它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AB向量 它们的夹角是θ 对吧 我们A向量 它的模 去乘cosθ的 cosθ 表示的就是 这个直角三角形 它临边 它的长度 这个直角三角形 临边的长度 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咱们B向量 与A向量点层 表示的就是 B向量的长度 B向量的模 与我们A向量 在B向量方向上 投影的层接 好 现在清楚了没 投影的层接 现在清楚了吧 清楚了没 好 这个你理解一下 这个就是零边 就是零边 其他没有什么 那老师 讲完这个姿势 就想给大家 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速 时速 时速 它的乘法 与我们向量的点层 有什么区别呢 时速的乘法 与向量的点层 有什么区别 来看一下 咱们时速的乘法 是不是一个数 乘另外一个数 没有什么投影 对不对 没有投影 比如说三层二 那么就是三层二 就等于六 而我们一个向量 与另一个向量 去进行点层的话 它是不是 并不是这两个向量的 长度进行相乘 而是有投影 对不对 因此 它们的几何意义 是不一样的 我们时速的乘法 是没有几何意义的 而咱们 向量的点层 它是有几何意义的 这个说一下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好 这是我们数量机 它的定义 下面我们知道的 这些数量机 它的定义 下面我们就来看 数量机 它的性质 和它的运算率 就是空间向量当中 空间向量当中 我们数量机 它的性质 一样会考选择题 咱们后面的运算率 也会考选择题 好 有两个性质 大家注意一下 有两个小的性质 现在讲的 这个数量机的性质 跟我们上讲的 数量机的性质 有一点重复 有很多同学就说 老师这些姿势 不都是讲过的吗 这些姿势 他的确是讲过的 但是萨姆讲的是 平面向量 这里讲的是空间向量 理解这个意思 好 那如果两个平 就是我们两个 相同的向量 点层的话 就等于A的膜 这个萨姆 是不是给大家讲过了 给大家讲过了吧 所以重复的姿势 好 咱们再来看 如果两个非0的向量 它们进行点层 等于0的话 那么就表示 它俩是垂直的 这个特别容易理解 点层等于0了 是不是它们的夹角 就等于90度 因此它俩肯定是垂直的 好 这是我们空间向量 它的数量机的两个性质 下面我们来看 空间向量 它的运算率 跟我们平面向量 它的运算率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也没有增加新的姿势 点层是满足交换率的 点层是满足交换率的 好 那么我们分配率 也是满足的 A点层B 然后B点层C 接着咱们速层 速层是满足交换率的 不是交换率 是满足结合率 这个是结合率 这个是结合率 而我们点层就不满足结合率 这个清楚一下 这是我们运算率 跟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姿势 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重复的 只是放到我们空间向量当中来了 好 下面我们来讲 第四个姿势 是关于坐标运算的 很显然 现在空间当中 我们的坐标 是不是变成三维了 所以也就是多了一个 我们两个点层的话 对应的相层 然后求和 对应的相层 然后求和 所以就是AX乘BX 加上AY乘BY 再加上我们AZ乘咱们的这个BZ 一模一样 如果说我现在问大家 用这个坐标 你能不能去判断 咱们两个向量垂直呀 能不能去判断两个向量垂直 我现在如果让大家去判断 两个向量垂直 那么用这个坐标来判断的话 结果等于什么 结果等于什么 等于零 对不对 是可以判断的 好 如果我想让大家判断 两个向量是平行的 结果等于什么 结果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应该AX比上BY 就等于我们 BX 咱们AY就比上BY 就等于咱们AZ就比上BZ 对不对 对应层比例 好 这是我们用咱们的坐标 来判定平行和咱们的这个垂直 那么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咱们点层 来计算我们两个向量 它的夹角的余弦 好 咱们知道 我们点层的时候 是等于我们A向量的膜 乘咱们B向量的膜 对吧 然后乘cos in theta 是不是 然后它又等于我们这个公式 所以这个时候 我cos in theta 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表示出来 对不对 cos in theta 它就等于A向量点层B向量 然后比上我们A向量的膜 乘B向量的膜 好 这个上也给大家讲过 也给大家讲过 那么这个公式特别的重要 这个公式特别的重要 我们在高等数学 里面给大家讲到 咱们空间解析几何的时候 经常让大家去求 一条直线 与一个平面的夹角 一条直线 与一个平面的夹角 一个平面与一个平面的夹角 用的都是这个公式 用的都是这个公式 好 一定要记下来 一定要记下来 会背 要不然到那里 你可以把我们的真题翻开来 空间 咱们比如说空间 两个直线之间的位置关系 空间两个平面的位置关系 空间两条直线的夹角 一条直线和一个平面的夹角 以及我们两个平面的这个夹角 在我们历年考试的时候 经常汇出简答题 经常汇出简答题 好 这个公式特别重要 我们关于数量机 就给大家讲完了 数量机这里给大家讲了 一个几何意义 一个几何意义 然后给大家讲了 数量机的性质和运算率 都会考到我们的选择题 然后接着给大家讲了 咱们数量机 它的坐标表示形式 和利用我们的坐标 去求我们两个向量夹角的余弦 它的公式 一共给大家讲了 这样的五个姿势 那么同样 这五个姿势 会平移到我们的向量机当中去 所以在向量机这里 我也会给大家讲五个姿势 下面我们就来看 什么是向量机 向量机它指的就是擦层 也就是我们说的外机 我们点层指的是内机 好 擦层指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外机 向量机就是擦层 就是外机 擦层一个向量与另一个向量 进行擦层之后 得到的是一个新的向量 比如说我们A向量 与咱们B向量擦层 得到的是一个向量 这个就是跟点层最大的区别 我们点层之后得到的是一个速 擦层之后得到的是一个向量 好 这个向量 它是不是 它既然是一个向量 它是不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啊 对吧 既有大小又有方向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咱们来看一下 既有大小又有方向 那咱们先说一下 这个大小是什么 就是咱们擦层之后 得到的新的这个向量 它的大小是什么 大小是不是指的它的膜呀 对不对 这个向量C向量它的膜 所以我们计算这个C向量 膜的公式是这个 A的膜 层B的膜 层3θ 好 我看到群里面说 刚才那个公式记不住啊 我等一下给你讲一下 那个公式怎么记啊 我原以为比较简单 我等一下讲一下啊 不好意思 好 来 说一下啊 我们先跟着老师来听向量级啊 向量级很重要 特别重要 好多题目都要用它来做 好 回来啊 我们首先来看 C的这个膜 来看一下 A的膜层B的膜层sineθ 我想问你们 这个公式你们觉得眼熟吗 眼熟不眼熟 眼熟不眼熟 有没有之前 之前想一想 以前我们在哪见过 对 有同学提到了啊 咱们去计算 一个三角形面积的时候 我们在讲 余弦定理的时候 还有印象吗 咱们如果这是A 这是B 那么这是θ角的话 求这个面积 是不是等于 1 2a乘B 乘sineθ呀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两个向量擦层 来看一下啊 两个向量擦层 我是不是可以 先把这两个向量画出来 假设这是我们A向量 这是我们的这个B向量 好 现在他俩擦层了 他俩擦层了 这一段长度 如果我把它补齐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三角形啊 这条边 是不是我们A的膜呀 这条边 是不是咱们B的膜呀 他俩的夹角 是不是我们θ角呀 对不对 他俩的角 是不是我们的θ角 所以你看 这个 这两个向量 所构成的三角形 它就等于1 2a的膜 乘B的膜 然后乘我们的sineθ 你看这个公式好计不好计啊 非常的好计 所以他俩擦层之后 就是A的膜 层B的膜 层sineθ 好 A的膜层B的膜 层sineθ 肯定不是我们的这个三角形面积 对不对 如果我把它再补齐的话 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 好 这个平行四边形里面有两个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是不是全等的呀 因此 这两个三角形面积是一样的 面积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向量机它的几何意义 就是我们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它就等于我们s平行四边形 它就等于咱们s平行四边形 好 会记了没有 所以不需要记 所以不需要记 那么刚才有同学说 好难啊好难啊 老师给大家讲的这些姿势 其实让大家记得很少 你看 之前记的这个公式就可以用到这里来 好 我现在问大家 两个向量擦层 得到的这个新的向量 它的膜会求了没有 会求的给老师打1 会求的给老师打1 就知道了怎么求 那么下面我们来说 这个向量它的方向是什么 大小有了 方向是什么 方向用的是我们的右手法则 比如说啊 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个向量是A向量 这个向量是我们的B向量 现在请大家伸出自己的右手 伸出自己的右手 那么当你把右手展开的时候 你是不是发现四指的方向和我们大拇指的方向是垂直的 对吧 四指的方向和大拇指的方向是不是垂直的 好 这个时候用四指的方向指向我们第一个向量 第一个向量是谁啊 是不是我们向量A啊 用四指的这个方向指向我们第一个向量 然后接着请握拳 握拳的这个方向呢 一定要是与我们向我们A向量这个方向靠拢 就是本来你这是四指的方向 对吧 然后你开始握拳了 握拳一定是向我们B向量靠拢 向我们第二个向量靠拢 这个时候我们大拇指指向的方向 就是我们向量C它的方向 好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没 这是我们大拇指指向的这个方向 就是咱们我们C的这个方向 有一个同学还是没有啊 那么老师重新举一个例子 重新举一个例子啊 你再按照老师这个再试一次 如果这个向量是A向量不变 这个向量是A向量不变 那么这个向量是我们的B向量 现在我想让你来计算 A向量插成咱们的这个B向量 你依旧一样 把你的把你的这个手给我打开 右手给咱们打开 然后用四指指向我们A向量它的方向 四指指向A向量的方向 开始握拳 开始握拳 好 握拳的这个方向 一定是向我们B向量靠拢 向咱们B向量靠拢 我现在问大家 我们C向量的方向是朝哪里的 是朝哪里的 是朝哪的 是向下的 对不对 好 现在明白了没有 很多同学都是正确的啊 好 现在明白了吧 其实这个就是确定方向的 指的是 靠拢 靠拢的意思就是握拳 靠拢的意思 这里要是贴一个四屏上来就可以了 靠拢的意思就是握拳 握拳 A弯向B 对啊 对 A弯向B 说的很好啊 说的很好 李老师表达的好 A弯向B啊 A弯向B 那么就是你现在四子的方向 子向的是我们A向量的方向 跟咱们A向量的方向一次 然后现在握拳了 握拳的时候 这个弯的这个方向 一定是跟我们B的方向靠拢 所以就向下了 那好 那么如果能发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好 那么所以我们C向量 它是垂直于A向量和B向量所在的这个平面 其实这个方向如果大家不会判定的话 没关系 这个不影响大家考试做题 方向不会判定 不影响大家做题 但是你一定要清楚 插层得到的这个向量C 插层得到的这个向量C 它与我们AB这两个向量 所形成的平面是垂直的 你只需要知道这个就行了 到底是望上还是望下 不会判断不影响我们做题 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向量机 它的大小和方向 就给大家讲完了啊 向量机它的大小和方向 老师再重复一次啊 再重复一次 如果说你现在方向这个 你搞不明白是望上还是望下这个 没关系啊 没关系 它不影响我们做题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向量A 这个是我们向量A 然后这个是咱们向量B 那么我们A向量和B向量进行擦层 得到的这个向量 它一定是与我们AB向量 所形成的这个平面是垂直的 这是我们的C向量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我们的C向量 这个朝上朝下你判断不出来 没关系 不影响做题 不影响做题 但是你一定要清楚 C向量 它是与我们AB向量 所形成的这个平面是垂直的 就行了 知道这个姿势 就可以啊 好 现在这个姿势能清楚吗 这个姿势能不能清楚 如果能清楚的话 给老师打1啊 好 可以啊 很多同学都是打了1 那么 具体这个向量到底是什么 咱们后面会给大家讲的 别着急啊 有些同学现在特别纠结的是 请你给我说清楚 这个向量到底是什么 等一下 老师再给大家讲解 先别着急 你看 我们学习 学习平面向量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上来 就用我们的坐标 把平面向量表示出来 我们也是先学习的是 几何它的运算 对不对 所以别着急 好 下面我们来做一道题啊 咱们2014年高级中学 考到了这样的一道题 是啊 看你这样的题 能不能做出来 就表示你刚才学的好不好 来 ABC为我们欧式平面 R三次方 上的不共线的三个点 那么我们三角形ABC 它的面积是什么 好 来啊 我就看 有多少同学 能够做得出来啊 选什么 选什么 来看一下啊 答案有点不一字 好 现在基本上开始统一了 现在开始基本上统一了 那么我们先别着急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图画出来啊 他说了 他现在问我们的是三角形ABC 它的面积 所以A B C 我们把这个三角形得出来 那么我们知道 咱们之前就说过 面积是什么 是二分之一 咱们 我们AC 乘上咱们AB 然后再乘它们夹角的Sine Theta 对吧 我写不下了啊 所以 证实 你看 我如果说去表示的话 是不是AC的膜 乘AB的膜呀 所以二分之一 AC的膜 乘我们AB的膜 然后再乘咱们Sine Theta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很多同学选了A和B 老师现在给你一次机会 给你一次机会 改正一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擦层吗 不是 这个是咱们AC擦层之后 擦层之后 得到的这个向量 它的膜 对不对 所以如果去书写的话 是A 我们AB 与我们AC进行擦层之后 得到的这个膜 理解这个意思了没有 理解这个意思了没有 所以老师写的这个方向 有点问题啊 老师重新写一下啊 按照我们讲义当中的 其实算下来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按照我们选项里面 我们去书写的话 就是二分之一 AB的膜去乘上 咱们AC的膜 然后乘sine theta 好 这是我们要求的面积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AB 去擦层咱们AC 那么因此是二分之一 好 那C答案就可以选出来了 那么有很多同学 刚才选了A和B 就是着急了 一看到这个 不是老师刚才讲的吗 很激动啊 对不对 其实你想一想 肯定是有坑的嘛 对不对 你不要那么激动 肯定是有坑的 怎么可能 你把这个一选就对了呢 我们一起来看 你看AB选项 是最不可能选的 为什么呢 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向量啊 怎么可能是面积呢 面积是一个素 对不对 面积是一个素 好 那么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啊 有一个同学问 欧式平面 或者欧式空间 他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 欧式平面 或者是欧式空间的话 是我们线性怠速里面 去表示我们空间 就是咱们这个空间 直角坐标系 就用这样的一个名称 就像我们平面向量当中 点层 在我们平面里面 我们说点层 跑到我们线性怠速里面之后 我们就说它是内积 其实表示的意思 是同一个意思 清楚一下啊 好答案是C 现在清楚了没有 为什么不是D 咱们D这个 它算出来的是这个呀 对不对 D算出来的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没有二分之一 你想想看 我们在余玄定理那里 给大家讲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二分之一 零边乘上咱们夹角的 正弦值呀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有二分之一 你这个是没有二分之一的 表示的是我们这两个项量 所形成的平行四边形 它的面积 好清楚了没有 那清楚了吧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啊 这是我们这样的一道真题 你看 刚才老师给大家讲的这个姿势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就是这样去考的 其实如果你稍微消化一下 稍微消化一下 就冷静一点 这些在课堂上 就完全可以掌握 基本不再用大家课后的时间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 我们的这个向量机 它的性质 好 向量机的性质 还有向量机的运算率 这些都会在选择题里面考 直接就会出这个等于零 让你去判断 它到底是不是正确 在选择题里面会考大家啊 所以我们有两条性质 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条性质 两个向量 就是咱们自己本身 和自己本身擦层的话 是等于零 这个什么意思呢 你看咱们一个向量 与它自己本身擦层的话 如果我们去求它的膜的话 是什么 是A向量的膜 乘咱们A向量的膜 然后乘咱们的sine θ θ角是不是等于零啊 因此这个擦层之后 得到的这个向量 它的长度 它的膜是等于零的 因此它是不是零啊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零向量 这个明白一下啊 好 那这是我们第一个性质 第二个性质是 就是由第一个性质 延伸过来的 就是由第一个性质 延伸过来的 如果我们发现 两个向量 它俩擦层之后 是等于零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两个向量 是平行的 是平行的 为什么 它们擦层之后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它们的膜是什么 是我们向量A 乘向量B 然后乘sine θ 等于零了 你想想看 是不是θ角 就等于零啊 所以它俩的夹角 就等于零 因此它俩 是不是平行的 它俩就是平行的 所以注意一下啊 注意一下好 那么这两个性质 理解意思的 给老师打1啊 理解意思的 给老师打1 好 都理解意思了 那么这是我们向量机 它的性质 考选择题啊 下面我们来看 向量机 它的运算率 运算率 有同学说 为什么不是粗题啊 我们去表示 零向量的时候 在写的时候 特别是咱们空间向量当中 如果说去进行 标准书写的话 就是粗题的 标准书写 就是粗题的 刚才老师 就是书写的时候 可能有点问题 没有 要么就是上面 加一个这个啊 就是在书写的时候 这个注意一下 其他的没有什么啊 不影响理解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的运算率 它的这个选择题啊 也是考选择题 有三个运算率 这三个运算率呢 跟我们之前平面向量的运算率 就有区别了 就是我们点层那里的 运算率就有区别了 好 咱们考试的时候 就会考这个啊 来看 交换率 它是不满足的 也就是说我们插层 它是不等于 咱们B插层A的 这个是不等于的 这个是不等于的 好 它等于什么呢 A插层B 它是等于负的 B插层A 得到的是这样的 A插层B 等于负的B插层A 就是如果你想交换 它俩的位置的话 其实 为什么呢 如果刚才 你把我们的 右手法则 学会了的话 就好理解了 对不对 一个是从A向B靠拢 一个是从B向A靠拢 自然方向是相反的 好 这个清楚一下啊 老师刚才提到的 比如说我们A插层B 它的膜 跟我们 咱们这个B插层A 它的膜 它们是相等的 这两个膜是相等的 这个清楚一下 其他没什么 好 这是我们 交换率 它是不满足交换率的 一定要在前面 加一个负号 好 下面我们来看 分配率 来看分配率 它是满足分配率的 但是 但是不满足交换率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 我们是 右边进行插层 右边进行插层 那么我们得到的结果 就是A插层C 加上B插层C 我们不能把它写成 C插层A 再加上我们 C插层咱们的这个B 这样写就是错的 这样写就是错的 它是满足我们 左分配率 或者是右分配率 但是不满足 我们的交换率 这个我们考试的时候 已经出过了一个选择题 这个题已经出过 一个选择题了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第三条 我们的运算定律 如果有一个数 与我们A向量插层 然后与我们A向量相乘 再与我们B向量插层的话 咱们可以把这个数 给它移到后面去 或者说 先计算它俩的插层 然后再与我们的数相乘 所以 咱们 数层 就是有这个数进去的 这样的一个乘法 是满足我们的这个结合率的 跟前面结合 跟后面结合 都是可以的 好 这是我们向量机的运算率 有三条 选择题 出题的这个方向 下面 我们一起来看 第四点 是关于向量机 它的坐标 表示 我们休息一下 再讲这个姿势 这个姿势呢 就是比较难的一个姿势 有很多同学可能会懵 咱们休息一下之后 再开始讲 好 那休息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样 听个歌啊 来 很多同学 这里 就是特别是有一些 没有学过的同学 如果你上课的时候 能跟得上的话 你就尽量跟 老师把每一个公式 都给大家解释了 而且给大家归纳了 给大家归纳了 那么你上课的时候 能跟得上 你就尽量跟 如果实在跟不上的话 实在跟不上的话 那么你看你能跟上多少 然后把没跟上的地方 标记出来 等一下老师一点下课 你就可以进行听回放 这个时候听回放 效果最好 效果最好 好 下面想听什么歌呢 想听什么 卡路里是吗 好像昨天就想听 是不是 好 来啊 今天第一个打出来的 老师就给你放 卡路里啊 是不是一个动感歌呀 一听这个名字 反正就是 火箭少女的 声音大小怎么样 好像可以拜一拜杨超越 是不是 就一定能过 是吧 他跟我是老乡 我先带一点 我请我请看看我 我的手骨在哪里 美麗 我要美麗 我要變成滿著你 我要變成滿著你 我 為了變成什麼鳥 偏偏低著一口氣 為了穿上比進你 卻藏著全上拉提 偏向你穿了自己 可惜只受不你 堅持改變自己 如果你覺得有點難的話 就是上課的時候有點跟不上的話 你就去聽一下回放 要相信自己 等一下老師講完這個詞子之後 會有一道真題 會有一道真題 給大家看 你看到那個真題之後 你就知道有多簡單了 你現在會覺得 會有點怕混亂 會有點要怎麼樣 等一下看真題 你就覺得 就這麼簡單 好 剛才的時候我們是 咱們是04的時候休息的啊 現在是07啊 我們還是一樣 休息6分鐘吧 咱們休息到10啊 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就上廁所上廁所 站起來走一下 建軍 小學是考這個的 考的啊 宇彎子說 老師我想知道大題一般考什麼 那大題 比如說啊 我就給你舉一下例子啊 大題 咱們今天晚上就會講到一類大題 那就是考 比如說 我們曲線 它的這個點的軌跡 像這樣的 點的軌跡 然後大題還會考什麼呢 就解答題7分的啊 還會考 比如說 那你去求一個曲面 它切線的方程 或者是切面的方程 像這些 都可以 啊 宇彎子 啊 老師每一次 講到某一個姿勢點的時候 會給大家說 啊 這裡會考 大題還是會考選擇點 啊 還有就是 要說一下的就是 啊 比如有一些同學 特別害怕高等數學和信心代數 啊 比如說馬上要講的這個姿勢點 其實完全不需要害怕 我們講完高等數學和咱們的這個 信心代數之後 很多同學都說 不相當於告訴了我一個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 然後不停的讓我代公式 理解這個意思吧 所以其實到高中 到大學 高等數學和信心代數那裡 你就反而覺得 哎呀 還輕鬆一點 好 還有一分鐘的時間啊 你 莉莉 你堅持下來之後 你就知道了 其實沒有多難的 真的是 開始的時候就覺得好暈圈啊 然後接著就沒有了 然後接著就沒有了 好了 咱們時間到了啊 好 我們開始上課了啊 準備好了啊 時間到了啊 每次休息的時間 跟你們聊天的時間 都會很短 都會過得很快 但是咱們講課的時間是不是過得也很快啊 對不對 好 下面我們一起來看 咱們向量機它的坐標表示形式 這個坐標表示形式 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剛才我們不是說了嗎 我們向量C 它是等於向量A X層向量B 對吧 我就看到公平裡面 有小夥伴就問 哎呀 老師你就告訴我到底C是什麼 到底C是什麼 好 現在我們就來計算這個C 那麼如果說我們 A向量和B向量都告訴我們了 A向量呢 它的坐標是AX 然後是AY 然後是我們的AZ 這是我們A向量它的坐標 咱們B向量它的坐標呢 就等於我們BX 然後BY 然後BZ 這時通過A向量的坐標 和B向量的坐標 我們就可以求出 它倆擦層之後C向量的坐標 好 怎麼求呢 老師先清一下屏 清一下屏 你理解老師舉的這個例子就行了 多回來了啊 我們就要用到咱們 線性怠速裡面的行列式 線性怠速裡面的行列式 來進行運算 好 這個行列式長什麼樣子呢 它是一個三屆的行列式 三屆的行列式指的就是 我們有三行有三列 三行三列裡面的元素是什麼呢 咱們來看啊 AXXB 就等於一個三屆的行列式 來看第一行 是IJK IJK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它指的是 你看我們現在所學習的 是不是空間當中的向量啊 所以有X軸 Y軸和Z軸 是不是三個方向 IJK 這三個就相當於 是我們這三個方向 它的基底 你可以這樣理解 就或者是相當於是單位 IJK表示就是單位 你這樣理解就行了 好 那麼這是第一行 把它寫下來 每一次遇到X層 每一次遇到X層 你就把IJK寫在第一行 這個是必須的啊 這個是必須的 自訂格式 好 第二行寫什麼呢 第二行寫我們第一個向量 它的坐標 因此是AX AY AZ 第三行寫我們第二個向量 它的坐標 BX BY BZ 好 這個行列是有了 但是現在問大家 如果我們有一個坐標 我們的A向量 它是咱們1 1 1 我們B向量 它是咱們1 2 3 會寫嗎 會不會寫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先把第一行寫出來 IJK 然後是111 然後123 寫下來 現在會的 給老師打1 理解這個意思的 給老師打1 這個都要背組啊 直接會背就行了 好 那麼這個怎麼算呢 這個怎麼算 下面老師就要給大家講 咱們線性代速裡面 三屆行列式是怎麼運算的 這個姿勢為什麼調到前面來講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高等數學那裡需要用到X層 而我們高等數學是放到線性代速之前學習的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姿勢調到這裡來 好 那咱們一個行列式 我一起來看啊 這就是一個行列式 第一行元素就是A11 A12 A13 然後第二行元素就是A21 A22 A23 第三行元素就是A31 A32 A33 這個行列式跟這個行列式是不是一樣的呀 只是裡面元素不一樣 對不對 是一樣的 那麼行列式 三屆行列式 我們運算的方法是用對角線法則 對角線法則 我們用組對角線之和 減去咱們副對角線 什麼意思呢 老師就要開始給大家運算了啊 它就等於咱們把三條組對角線找出來 這一條就是我們第一條組對角線 這是第一條組對角線 好 這是我們可以把組對角線所有的元素相乘 也就是A11 然後乘上A22 再乘上A33 這是第一條組對角線 接著一共有三條組對角線 這三條組對角線是相互平行的 來看一下我們是不是就有第二條組對角線 好 這是第二條組對角線 那麼是加上咱們A21 然後是A32 這條組對角線只有兩個元素 對吧 不是它只有兩個元素 而是它還有一個元素在這兒呢 這個孤零零的元素 你看 這裡與它對應 就是它的這個對角上的 它的對角上的 因子是A13 好 這是我們第二條組對角線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第三條組對角線 在這兒 因此我們就可以寫出是A加上 加上咱們A12 然後是我們A23 再乘上我們這個A31 好 那麼同學們 到這一步能不能跟上 到這一步能不能跟上 能不能跟上 都能是嗎 好 這是組對角線之和 我們就算出來了 算出來了 然後接著我們就開始要減 副對角線了 減去 第一條副對角線 副對角線指的是什麼呢 就不是剛才這個斜率了 是這樣的一個斜率 來看這條 這條和這條 因此 我們減 減誰呢 我繼續往下寫啊 我寫到這來 我寫遠一點吧 好 我就可以減第一條 就是A13 A22 然後是A31 這是第一條 這是我們的第一條 接著我們再來看第二條 在這 好 減去咱們A12 乘A21 再乘咱們A33 好 這裡 再減咱們第三條 就是我們 咱們來看 這是第三條 因此是咱們A11 乘我們的這個A32 然後再乘咱們的A23 好 因此就有了 就有了 這個就可以算出來了 這個就可以算出來了 所以我們行列式就是這樣運算的 咱們行列式就是這樣運算的 好 如果說有一些小夥伴 想要看書上的內容的話 我們可以把書翻到咱們先行代速 就是我們先行代速 這你就可以看到了 咱們先行代速在哪呢 我們的161頁 161頁 好 去看一下啊 你可以翻到161頁 其他的就沒有什麼 那麼我們現在清平 來 剛才老師給大家講解了 咱們正經的這樣的三界行列式 它的運算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行列式是不是跟它一樣 所以我們的運算也是一樣 第一條主對角線 就是I乘我們的AY 再乘咱們的這個BZ 然後加上第二條是 我們AX乘上BY 再乘咱們的K 第三條就是我們J乘AZ 再乘我們的BX 因此主對角線這樣的三條 清楚了沒有 也就是你看第一條 第一條 然後我們的這個第二條 來看這個和這個 然後第三條這個和這個 對吧 好 這是三個就有了 然後接著 咱們再去減 接著 咱們再去減 再去減我們的負對角線 因此第一條負對角線 就是K乘我們AY 再乘咱們的這個BX 這是第一個 這是我們第一條負對角線 然後第二條負對角線 一就是這樣 減 好 減去 咱們比如說我就以這個J 這條為例 那麼J乘AX 再乘我們的BZ 好 然后再減去 我們I乘咱們的AZ 再乘咱們的這個BY 好 這時 咱們是不是完成了這樣的一個運算 完成這個運算之後 我們就可以合併同類項了 算到這一步的給老師打1 算到這一步的給老師打1 來啊 那都算出來了是不是 好棒啊你們 我本來以為講這個會把你們難找 原來還難不著是不是 好 來 下面一步就合併同類項 我換一下顏色的比 咱們能看得清楚一點 那接著咱們來看這個和這個 是不是就是同類項啊 對不對 因此我們就可以把它倆合在一起 把它倆合在一起 那麼這個和這個 是不是就是合併同類項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好 那麼咱們再來看 這個和這個 是不是就是合併同類項 所以我們也把它合在一起 把它合在一起 好 就有了 就有了 那麼現在合在一起之後 老師清停了 合在一起之後 我們C它的坐標是什麼呢 咱們就可以寫出來了 第一個就是它 我假設這是1 那麼1就是它 然後多號 這就是我們的2 這是2 然後接著這個就是我們的3 所以就有了 1 2 3 你就可以把它寫下來 這就是我們兩個項量 擦層之後得到的這個新的項量 它的坐標表示形式 好 下面 老師給大家舉一個例子 我們來算一下 咱們來算一下啊 比如說 就以老師剛才舉的例子 i j k 然後是1 1 1 然後是1 2 3 咱們就算這個 就算這個 我寫到下面啊 就算這個 那麼是不是3i 然後加上一個我們的這個2k 然後再加上咱們的j 對吧 然後減去咱們的k 再減去我們的2i 再減去咱們的3j 好 然後接著我們合併同類下 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i-2j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k 因此我們就可以得到c 它的坐標表示形式 就是1-2 然後咱們的這個1 好 有幾個意錯點 老師給大家說一下啊 有幾個意錯點 那麼意錯點在哪呢 有一些同學 在運算的過程當中 就忘記了 首先第一個忘記的是什麼 我們副對角線 一定是減去 副對角線 一定是減去 所以這是第一個意錯點 這第一個意錯點 第二個意錯點是 有一些同學 已經算到這裡了 但是他寫的是什麼呢 他寫的是i 加上k 然後-2j 他寫的是這個 所以他寫c的坐標的時候 他等於1 1 然後-2 還對嗎 是不是就錯了呀 對不對 是不是就錯了 好 老師慢一點 來 看到了沒有 你看 這是第二個意錯點 就是我們是i接k這樣的順序 i接k這樣的順序 所以一定要注意 你最後去寫的時候 你盡量也是保持i接k這樣的順序 i接k這樣的順序 那麼我們去寫坐標的時候 你就可以寫1-2-1 好 其他沒有什麼啊 下沒什麼 好 這是我們向量機 它的坐標表示 老師為什麼要給大家講這個呢 咱們在我們空間解析幾何裡面 經常會讓大家去求 咱們與兩個平面垂直的 或者與兩條直線垂直的 一些這個平面啊 或者直線他們的這個關係 所以這個姿勢給大家補充一下 你現在只需要掌握用算的方法 到用到這個的時候 老師還會給大家強調的 還會給大家強調的 好 那麼啊 老師呃 老師想問大家 嗯就是這個真是理解了沒有 理解了沒 好有一個同學說 用行列式按行按列展開更簡單 我說一下啊 我要是講按行按列展開的話 我還要講代速與子式 那麼那個花的時間就會更多 所以不是放到這裡來講的 三屆行列式我們推薦的方法 就是用我們的對角線法則來進行運算 你可以去試一下 用對角線法則快 還是用按行按列展開快 你可以試一下 這個是我們研究之後發現的 好 那這個姿勢明白了沒 明白了給老師打一啊 有一些小夥伴說 老師你能不能快一點講啊 因為這部分知識 很多同學從來沒學過 所以老師不能快啊 非常抱歉 如果你覺得老師 這個講的浪費時間 就是這些我都會 那麼 我說一下啊 其實咱們要尊重他們 因為他們可能基礎確實很好 但是你可以選擇去聽回播 就是 你就不要跟直播 其實你基礎這麼好 你聽回播 等到後面講高等速學 和咱們線性代速 你基礎薄弱了 這個時候你再過來聽直播 效果更好 所以要根據自己的情況 來選擇 好不好 好下面咱們來看 我們向量機的最後一個姿勢 咱們向量機的最後一個姿勢 那麼這個姿勢呢 剛才老師已經給大家講過了 如果已知了兩個向量 他們的坐標 這兩個向量他們的坐標 這時 我們想要去判斷 這兩個向量是否平行 就是看它們對應层不层比例 對不對 好看它倆是不是垂直 就是點层之後等不等於0 好這個姿勢 剛才已經講過了 就不再贅述了啊 好 現在我們空間向量講完了 現在就講到咱們向量這裡的最後一個姿勢點 叫混合機 混合機這個姿勢點呢 在咱們歷年的時候 只考過一次 在我們一個選項裡面出現了 它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三個向量 這三個向量先進行擦層 然後再進行點層 咱們A向量X層咱們的B向量 然後接著與我們第三個向量進行點層 老實想問大家 老實想問大家 這個點層之後 這個混合機運算之後 得到的結果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得到的結果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來 對 是一個數 對不對 是一個數 這個數怎麼計算呢 這個數怎麼計算呢 像這些公式 你壓根不需要背 完全不需要背 你只要看這個就行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我們把咱們ABC 它不是有坐標嘛 對不對 我們把它的坐標 寫到一個行列式裡面 那麼對這個行列式 進行運算之後 它和它就是相等的 它和它就是相等的 好 這個行列式書寫的格式是什麼呢 第一行是我們A向量它的坐標 第二行是咱們B向量它的坐標 第三行是咱們C向量的坐標 好 我們書上這裡有一個小的錯誤 咱們第一個來看 這裡是AZ 書上寫了一個CZ CZ 把它改一下啊 改一下 現在清楚了沒有 清楚的給老師打1 來啊 給老師打1 清楚的 好 那這個是非常好的啊 都很清楚 那麼這個會不會算呀 是不是就用剛才暗行 不是暗行暗戀 是不是就用剛才我們 主對角線法則和咱們這個 副對角線 對不對 來算就行了 好這就是我們的混合機 其他的就沒有什麼了 下面我們來看最後一道題 這道題在你們講義當中是沒有的 但是是我們15年下半年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 都考的一道選擇題 你們來看一下 通過剛才的老師的講解 能不能把正確答案選出來 來看一下啊 能不能把正確答案選出來 好 是不是都選出來了 特別的簡單 特別的簡單 那麼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你看A是正確的 雖然說它這裡換了位子 但是我們說過 點層是滿足咱們交換率的 對不對 所以正確 好C它交換的位子 是不是錯了呀 不能交換位子 AXXP 前面應該加一個負的 應該加一個負的 對吧 如果你想交換位子 必須加負號 對不對 所以B就是我們的正確選項 那麼C和D 老師給大家講解一下啊 我們C它表示的是什麼呢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啊 那我們來看 首先看這表 這表簡單一點 這表指的是什麼呀 是不是我們A向量它的模的平方 乘上咱們B向量它的模的平方啊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看出來 A的平方 B的平方 就是它倆的模 好 前面通過運算之後 能不能得到這個呢 前面通過運算之後 能不能得到它呢 我們來看 那麼我們第一個式子 是A向量 點層B向量 然後括號的平方 那我們是不是就是 A向量的模 然後點層咱們B向量的模 然後層咱們 然後括號它的平方 對吧 然後加上 加上這個 AX層B 然後括號的平方 AX層B得到的是什麼 有同學就 要了一個死胡同 我是不是用行列式把它整一下 需要用行列式嗎 AX層B它的平方 我是不是其實就是我們AX層B它的模的平方 對吧 因此這個式子就等於什麼呀 就等於我們A的模的平方 乘上B的模的平方 再乘上我們Sine Theta的平方呀 所以你看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A的模的平方 乘B的模的平方 給它提取出來 然後留下的是Cosin Theta的平方 加上Sine Theta的平方 是不是就等於1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出來了啊 好 C能不能聽懂呀 能聽懂的給老師打1啊 能聽懂吧 其實就到這一步了 老師最後一步就不給大家寫了啊 好 那麼我們D呢啊 D就是老師剛才說的 在歷年考試裡面 就只有D選項 考了一個混合機 就只有D選項 考了一個混合機 那麼這個混合機 還有一點小的難度 而且這個題目出的也不太嚴謹 這個題目它出的本意是什麼呢 它說AX層B 然後再X層C 我們定義裡面是C 它等於A向量X層B向量 因此就約定俗層了 就說這裡就是我們C向量 好 X層咱們的這個C向量 我想問大家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等於什麼 這個結果等於什麼 等於什麼 等於0 對不對 好就有了啊 這裡其實題目出的有點不嚴謹 本來我們A向量X層B向量 不能等於C向量 但是它就說按照定義來 它就是等於C向量 所以它等於0 那麼後面混合機 運算之後也是等於0的 後面混合機運算之後也是等於0的 混合機運算就是把它寫成 兩個行列式進行相解 你會發現 這兩個行列式是完全一樣的 你現在別做這個題 等我們講完線性代速之後 你再來做這個題 你就會發現兩個行列式是完全一樣的 因此兩個行列式相減之後也等於0 所以前面和後面都等於0 這個題目就做對了 好 那麼這道題咱們選B 咱們所有的平面向量和空間向量的姿勢 就給大家講完了 下面呢我們就開始給大家講平面解析幾何 好 平面解析幾何 這部分姿勢 我們高級中學的小夥伴 你們在聽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老師講到的咱們教學設計和案例分析 咱們初級中學的小夥伴呢 你注意聽我們的考點就行了 就是考選擇題或者考解答題 做一聽考點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們首先來看直線方程 直線方程第一個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 我們傾斜角和斜律 傾斜角就特別的簡單 在我們直角坐標系裡面 每一條直線與我們X軸 是不是都有一個夾角呀 對吧 每一條直線與我們X軸 是不是都有一個夾角 所以這個夾角我們就稱它為傾斜角 與X軸都有一個夾角 這個夾角咱們就稱它為傾斜角 好 那麼我們這個傾斜角 它表征的就是我們這個斜律 就是我們這條直線 它傾斜的程度 那怎麼去表征呢 就用斜律來表征 因此我們斜律K 它就等於tengin的α 它就等於tengin的α 好 那除了這個計算斜律的方法之外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咱們還有一個方法 計算我們一條直線它的斜律 就是如果說 已知了咱們直線當中的兩個點 比如說這個點是X1Y1 這個點呢是X2Y2 這時我們就可以用這兩個點的坐標 來計算我們的斜律 Y2-Y1比上咱們X2-X1 這個公式盡量會背 因為我們在高等數學求導那裡 求導的幾何意義 就是用這個公式來進行探究的 好 清楚一下 所以我們 咱們直線方程 第一個需要大家知道的姿勢 就是這個斜律 就是這個斜律 它的計算方法 好 下面我們一起來看 第二個知道的姿勢 就是我們直線它的五種方程 大家一看到這個表格 是不是嚇壞了 其實這個表格當中的內容 壓根不需要大家知道 大家需要知道的是什麼呢 老實給大家說一下 老實給大家說一下 需要知道的內容是 第一個 第一個是 那麼我們需要知道咱們點斜式 它的方程是什麽 就是點斜式的表達式是什麽 好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如果說已知了一條直線 它的一個點和它的斜律K 那麼我們就可以用Y-Y0等於K乘X-X0 好 這個考點是什麽呢 就在考試的時候 這個為什麽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剛才老師說了 我們是不是經常會讓大家去求 咱們一個曲線 它的這個切線它的方程 好 你看 一個曲線過某一點它的切線的方程 我們有了斜律 有了這個切點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寫出這個方程了 所以你不要把斜律和切點都找到了 但是忘記了方程怎麽寫 那這個題你是不是拿不全分 這個就是它的用途 不會單獨考大家默寫 但是很多這樣的 要求我們直線的方程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以字一個點 然後一個斜律 那麼我們能用這個式子 把它寫出來就行了 好 這是第一個 需要大家知道的姿勢 這是第一個需要大家知道的姿勢 第二個需要大家知道的姿勢是 我們一般方程 咱們一般情況下 在以字條件裏面 都會給大家一般方程 比如說以字一條直線 它是2X 加上我們的YA-3等於0 這是以字的一條直線 那麼我需要你們掌握的是 一般方程它的斜律是等於多少 這條直線它的斜律等於多少 它斜律等於多少 是不是K等於 對 負2 你要會求 怎麽求呢 我們以這個為例 以這個為例 那麼也就是我們的斜律等於負的 B分之A 斜律等於負的B分之A 就是把我們Y它的係數化成1 就是把Y寫到另一邊 然後把Y的係數化成1 看我們X前面的係數 X前面的係數就是我們的斜律 好就有了啊 這是需要大家知道的第二個姿勢 我們初中小夥伴掌握到這個程度就行了 咱們高中的小夥伴呢 你要知道 一定要去看我們的教材 比如說我們的點斜式是怎麼探究出來的 點斜式 咱們在學習高中的數學的時候 點斜式是怎麼出來的 不是老師告訴學生的 而是我們學生自己探究的 怎麼探究的呢 他告訴了我們這個直線 它的斜律 然後 以致了這個直線當中的一個點 X0 Y0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設咱們這條直線上 任意的一個點是XY 那麼 我們知道我們以前學過了咱們的斜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有等量關係了 那麼K就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咱們Y-Y0 然後比上X-X0 用的就是我們斜律 它的球的這個公式 得到了我們點斜式它的方程 這就是我們教材當中的內容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教材 要不然的話 在考試的時候 人家讓你寫出整個探究的過程 你壓根不知道用的是什麼姿勢來探究的 你就肯定寫不出來 好 這是我們高級中學的小夥伴 高級中學的小夥伴 一定要注意 好 老師剛才這個寫錯了嗎 是等於-的b分之a 能理解吧 -的b分之a 寫錯了嗎 沒有錯吧 我記得我沒有寫錯 對的啊 你不要蒙我啊 我現在對我自己的可誤力 我可是有要求的 好 來 下面 清楚了吧 好 這是我們高級中學的小夥伴 需要注意的 直線的方程 老師就給大家講到這兒 我們直線的方程講完了 沒有真題 等一下 等講完圓的方程之後 才可以做真題 因為我們經常把一些知識點 混合在一起考察大家 好 下面我們來看 關於直線方程 它的一些運算 我們知道了直線方程 我們就可以去判斷 兩條直線 它們之間的位子關係 好 像這些也是不需要大家知道的 兩條直線的位子關係 要么 最最特殊的就是 要么是平行 要么是垂直 對不對 平行的話 就表示 它們的斜率是相等的 兩條直線 如果平行的話 它們的斜率就是相等的 因此 K1等於K2 好 那麼為什麼 B1不能等於B2呢 如果B1等於B2的話 這兩條直線 是不是完全一樣了 還談什麼平行 對不對 所以一般情況下 這個知識都不需要掌握 就是不需要考慮 你只要如果讓你去判斷 兩條直線是平行的 或者給你椅子條件 說這條直線 和我們要求的那條直線 是平行的 那麼你就根據椅子的這條直線 就可以立刻寫出 我們要求的那條直線 它的斜率等於多少了 好 這是平行 如果兩條直線是垂直的 那麼就是這兩條直線 它們點層等於-1 這兩個是需要知道的 做選擇題的時候 經常要用 做選擇題的時候 經常要用 好 其他的沒什麼 這是平行和垂直 下面 我們要來看 兩個公式 這兩個公式呢 我們點到直線的公式 這個公式 歷年已經考過了 就是考這個公式 在一個大題裡面 就用到了這個公式 歷年已經考過了 我們兩條平行線 直線之間的距離 這個公式還沒有考過呢 好 我們首先來看 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它是什麼 咱們一起來看 這個公式 老師幫助大家記憶一下 就是我們x和y 它前面的系數 然後平方求和開根號 作為我們的分母 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x和y這條直線 它前面的這個系數 它前面的這個系數 然後平方求和開根號 好 這是一個 作為我們的分母 然後分子是什麼呢 分子就是把我們這個點 帶路到我們這個直線 就作為我們的分子 加上絕對值 因為我們要求的是距離 必須要保證是正的 所以我們要加上絕對值 好 那麼有同學就說 帶進去不能等於0嗎 你想想看 我們想要求一個點 與一條直線它的距離 這個點是不是一定 在這個直線之外 所以帶進去一定 不可能等於0 好 這個清楚一下 這是我們點到直線的 距離公式 好 會背了沒 同學們 會背了沒 好 有些同學給老師打1了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 咱們兩條直線 平行線之間的這個距離呢 就好 你如果這個公式記住了 這個公式就好記了 那麼這兩條平行線 它們的斜率 是不是應該相同的 所以xy前面的系數是一樣的 它們斜率是相同的嘛 因此xy前面的系數是一樣的 好 一就是它們的平方之和開根號 作為分母 分子是什麼呢 分子是它們常速向之差 就是用C1-C2 然後求絕對值 好 這是我們兩條平行線 之間的這個距離 這兩個距離公式 掌握一下啊 下面我們還有一個公式 已經給大家講過了 就是兩點之間的距離公式 這個公式呢 已經給大家講完了 講過了啊 這個公式就沒有什麼了 直接講過了 主要要讓大家記住的 另外一個公式是這 那麼如果說 現在已知了兩個點 P1和P2 我們想去求 這兩個點 它們終點的坐標 就是我們二分之一 它兩個橫坐標的和 然後二分之一 它兩個縱坐標的和 理解這個意思吧 也就是x等於二分之一 x1加上x2 然後y等於二分之 y1加上y2 這個公式 咱們有的時候 然後去求我們 點的軌跡的時候 要用得上 就是做一道 咱們解答題的時候 要求一個方程 一條直線的方程 或者一個曲線的這個方程 我們就會用這個姿勢 要清楚啊 這個姿勢能不能理解啊 能理解給老師打1 能理解的就給老師打1 可以理解是不是 好 那麼我們直線 所有的知識 就給大家講完了 下面呢我們來看 我們圓的方程 那一樣的 一樣的 咱們初級中學的小夥伴 你只需要掌握咱們圓的 標準方程和一般方程 就行了 高級中學的小夥伴呢 你要回去看一下教材 我們標準方程和一般方程 它是怎麼探究出來的 這個一定要補充 好下面我們來看 首先看標準方程 就是x-a 括號的平方 加上y-b 括號的平方 等於r的平方 好 這裡面的參數 表示的意思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的r很清楚 就是我們的半径 對不對 咱們a和b 表示的是什麼呢 a和b 表示的是我們 這個圓 它圓心的坐標 這個清楚一下 好 那有一個意錯點 在這裡有一個意錯點 比如說我是x加上1 括號的平方 然後y的平方 加上y的平方 等於4 等於4 那麼我現在想問大家 我們圓心的坐標是什麼 圓心的坐標是什麼 一定要清楚 有很多同學可能 出現一些 對 是-1 0 好 我就看到公平裡面 有一些小夥伴就出現錯誤了 這就是意錯點 你看到是-a-b -a-b 這裡是加1 所以把它改寫的話 應該是-1 然後是-1 理解這意思 這是一個意錯點 其他的沒有什麼 好 這是我們的標準方程 然後接著我們再來看 一般方程 一般方程是x的平方 加上y平方 加上dx 加ey 加f等於0 好這個呢 其實我們每一次給大家 以字條件的時候 一般給的都是一般方程 有的同學就說 那就要記住圓心和半徑 這兩公式嗎 其實我是不推薦大家這樣做的 如果你記憶力特別好 你可以這樣做 你直接把一般方程通過配方 是不是可以寫成標準方程呀 對不對 直接通過配方 你就可以寫成標準方程 那麼寫成標準方程之後 半徑和我們的這個圓心 是不是都有了 所以這個注意一下 其他的就沒有什麼 這是我們圓的方程 下面來看 關於我們圓 有兩個位子關係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尤其是我們初級中學的小夥伴 在你們選擇題裡面 有可能會粗 尤其我們初中小夥伴 第一個位子關係 是兩個圓 它的位子關係 其實這些 你都可以不用記 不用記 老師給你把圖畫出來就行了 如果說兩個圓 它們之間是外離的 就是不相交 是外離的 那麼這時 它們圓心的距離 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圓心之間的距離 是不是應該比 兩個半徑的和要大呀 所以大於R1加上R2 好 那麼有幾條公切線呢 你看 我給你畫出來 是不是有這樣的四條公切線啊 對不對 就有了 好這是外離的 那麼接著我是不是就會外切呀 外切有幾條公切線呢 就有三條這樣的公切線 好就可以畫出來了 那麼圓心之間的距離是多少啊 就等於兩個圓 它們半徑之和 半徑之和 好這時我再靠的近一點 我是不是就相交了 所以這時圓心的距離 就小於我們半徑的和 但是比我們半徑的X要大 要是比我們半徑的X還要來的小的話 就是我們的內涵了 這個清楚一下 好當我們相交的時候 就有兩條公切線 這是咱們的第三種情況 第四種情況呢 就是我們內切 現在就是內切了 這時是不是只有一條公切線啊 那麼這個時候咱們圓心的距離 就等於我們大的半徑 減小的半徑 好然後最後一種就是內涵 啊就在裡面 所以這時就沒有公切線 那麼我們兩個圓心之間的距離 就是零到我們兩個半徑的X 啊這個能不能理解 啊老是這樣講能理解吧 你看你只要把所有的圖都畫出來 就沒有一點問題啊 在考試當中冷靜一點就行了 好這是我們第一個位置關係 下面我們來看第二個位置關係 是一條直線與一個圓它的位置關係 那麼還是一樣啊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這條直線和這個圓 它是相交的或者是相離的 或者是相切的 這樣的三種關係 對不對好 那麼我們判斷的距離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我們圓心到這條直線的距離 你看當我們相離的時候 咱們圓心到這條直線的距離 是不是比半徑要來的大呀 對吧好 第二種情況是 如果說是相切的 就等於半徑 如果相交就小於半徑 這個就沒有其他的姿勢 好 正是剛才老師說的 點到直線的距離 所以我們求距離的第一種方法 就是用這個方法來求 對吧 用這個方法來求 那麼我們就可以把D求出來 然後比較它與R的大小 就可以判定出一條直線 和一個圓之間的位置關係了 好 如果說 如果說 老師現在想讓你用第二種方法 來去判斷 我們一條直線和一個圓 它倆方層連列在一起 然後我們通過加減 或者通過帶路來進行消圓 消圓 消圓之後我們就可以得到 一個一圓二次方層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判斷Delta 如果Delta大之零就是相交的 對吧 這個清楚了吧 好 這是我們一條直線和一個圓 它之間的這個位置關係的判定 好 圓的方層相關的這個姿勢 就給大家講完了 下面呢 我們就來看兩道題 來看兩道題 第一道題是2013年初級中學考到的一道選擇題 我們一起讀一下題 經過圓這個 它的圓心寫於這條直線 垂直的直線方層 是什麼 好這個是不是送分題啊 對吧 來做題做題 看一下啊 你看它是不是想讓我們去求一條直線 它的方層 老師之前說過 求直線的方層 老師只需要大家掌握點斜式就行了 也就是要有一個點 還要有我們的這個斜率 對吧 好 那麼斜率是什麼呢 來看一下 我們要求的這條直線 是不是跟我們椅子的這條直線 是垂直的呀 因此它倆斜率相乘應該等於多少呀 應該等於-1對不對 好 那麼我們一起來看 這條直線 它的斜率是多少呢 這條直線它的斜率是多少 是 k等於 也就你如果去寫一下的 就是y等於-x 是不是 所以x前面的系數就是我們的斜率 因此k就等於我們的-1 好 它已經等於-1了 它跟我們的k一匹相乘 等於-1 所以k一匹是不是等於1啊 斜率有了 這時你看 a和c是不是不用看 不用看了 對不對 a和c它們的斜率 都是等於-1 只有b和d它們的斜率 是等於1的 好 那麼點是什麼呢 它說經過這個圓點 那麼我們圓點就在這條直線上 因此我們把圓點求出來就行了 它給的是一個 我們圓的一般方程 你可以用我們的這個公式 -2分之d和-2分之1來求 那麼也可以按老師說的 直接寫成配方 然後加上y的平方 再等於1 那麼我們圓形是不是-10啊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出 y它是等於咱們k加上 而不是x加上1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出我們最後的這個結果了 能理解這個意思吧 所以我們就能選出來了 就能選出來了 好如果有時候你寫到這 你不想寫這個 你得到了這個點 這個點它是不是一定在我們直線上啊 所以你可以把它帶入到我們b選項 或者是我們d選項當中去 帶進去哪個符合 哪個就是我們的正確答案 所以我們在做咱們選擇題的時候 一般情況下就要學會討巧 你不要很直接 我必須就是 我必須要算到最後的結果 我才去把選項選出來 有時候你就可以 它要求协率是多少 我看一下啊 發現可以淘汰掉兩個 然後它要求經過的點是哪個呢 我帶進去一看 說不定我們教室資格證考試 有時候你把一個點 往我們四個選項裡面一帶 你就排除掉三個了 只留下一個 所以正確答案就出來了 理解這個意思啊 好 那麼這是我們這樣的一道選擇題 下面我們再來看一道解答題 一道解答題 這是2012年初級中學考到的一道解答題 好 不是光初級中學考到啊 其實高級中學也考了這道題啊 高級中學也考了這道題 只是在椅子條件那裡 發生了一點點的變化 考的核心是一模一樣的 老實為了方便給大家看的是這道題 好 那麼我們先來讀一下題啊 求點 求點 我們過A點 所有的直線 被我們這個圓截得的線段 它的終點的軌跡 它的終點的軌跡 好 咱們來看一下 有一些同學一讀這個題就立刻蒙了 別說求了 對不對 別說把這個直線軌跡給他寫出來了 點的軌跡給他寫出來了 光讀題都有點蒙 那麼每一次遇到幾何題目的時候 我們盡量把圖先畫出來 然後結合我們的圖來讀題 啊 好你看它說了 咱們現在有一個圓 對吧 我現在把圓畫出來 好 這個圓它的圓心是過我們這個圓點的 它的半径是我們的根號5 所以我直接就可以畫出這樣的一個圓 然後接著還有一個點 是點A 點A它的坐標是1-2 1-2在不在這個圓上啊 在不在這個圓上 是不是在這個圓上啊 因此我可以把點A畫在這個圓上 那麼我就畫出來了啊 這是點A 它提出來了 過這個點A 它的所有的直線 被我們圓截得的線段 它的終點的軌跡 好我先過A點 隨便畫一條直線 可不可以 好 過這個A點 我隨便畫了一條直線 它讓我們求的是什麼 求的是被這個圓截得的線段 它的終點 終點可能在這兒 是吧 好這是一條直線 那麼我是不是還可以畫一條直線啊 我假設畫的是這條直線 終點是不是也有可能在這兒 終點的情況是不一定的 到處跑 是吧 好多線的終點 對說的很正確啊 那麼好多線的終點 咱們想要求一個一些點 它的軌跡方程 我們想求的 是不是方程呀 想想看 方程的概念是什麽 方程的概念是什麽 是含有位之數的等式 對不對 好咱們先來想一下 這個方程它的位之數 應該是什麽 位之數應該是什麽 是我們滿足什麽 滿足線段的終點 對吧 滿足咱們線段的終點 因此我可不可以把 所有這些線段它的終點的坐標 射出來呀 是可以的 我把X Y 這就是我們終點的坐標 好了 那麼 咱們這個方程裏面的位之數有了 現在就差等量關係了 對不對 要是有一個等量關係 我把這個X和Y 往裏面一帶 或者建立一個等量關係 那麼我這個方程就有了 對不對 我們能建立什麽等量關係呢 我想問大家能建立什麽等量關係 來看一下 你看 咱們現在這個是終點 我們A是一個端點 我可不可以射B是另外一個端點啊 我把B這另外一個端點 它的坐標 X型 Y0 給它射出來 A呢它是1 它是1 4 那麼這三個點之間有什麽關係 這三個點之間有什麽關係 這三個點之間有什麽關係 想想看 有什麽關係 是一條 是在一條直線 來 這是終點 然後A的坐標有了 B的坐標有了 我能不能把 X和Y用我們A和B它的坐標表示出來啊 能不能 我想問大家 是不是 那X是不是就等於我們二分之 咱們X0加上1 Y就等於我們二分之Y0加上 咱們的 不是加了 是減去我們的這個2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寫出來 好 XY我就可以用X0和Y0給它表示出來了 我想問大家 X0和Y0這個B點它在誰上面啊 它是不是在我們這個圓上啊 對不對 那麼我們有沒有等量關係呢 有沒有等量關係 所以這時如果說我進行變化 我寫成X0等於我們兩倍的X-1 Y0等於兩倍的Y加上2 這時我們X0和Y0 它倆是不是滿足咱們這個圓的它的方程啊 我帶進去 那麼我就可以得到咱們2X-1 1破號的平方 加上咱們2Y加2破號的平方 是等於5的 對吧 所以我們這個終點它的軌跡有沒有了 有了沒 是不是有了 因此老師給大家總結一下啊 你們經常會誤入一個誤區 就是會想辦法把這個點給它表示出來 把這個點給它表示出來 就是我現在就想寫出一個等量關係 我把這個點表示出來 那我是不是就找到軌跡了 其實我們做這類題目 咱們的方法是什麽呢 我們的步驟首先是 你不要想著用其他的量 把我們終點給它表示出來 那麼你永遠都得不到我們這個終點的方程 我們首先要做的第一個工作就是 我們要把終點射出來 因為我們最終得到的這個方程 它的位置數一定是終點 對不對 一定是終點 一定是關於X和Y的方程 所以我直接第一步 就是把我們要求的這個點射出來 射出來之後 那麼這時我就想辦法 把這個點與我們的椅子條件 來建立聯繫 然後再去找等量關係 再去找等量關係 這個是我們做題的思路 這個是咱們做這類題的思路 你只要每一次 用我們這個題來做的話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好 那麼我們今天要給大家 講的所有的這個知識 都給大家講完了 那我想問大家 這道題都聽明白了吧 好 那麼所有的這個內容 都給大家講完了 所以 老師給大家把 咱們今天學到的這個姿勢 在真題當中所處的這個位置 給大家都整理出來了 那麼你可以明天 利用 咱們休息的 明天是休息的時間 你可以去做一下這個真題 遇到不會做的 沒有關係 遇到不會做的 那麼你可以 先稍微等待一下 等我們課程再往前講一講 可能你就會了 好 這是咱們的這個真題的 相關的內容 好 我想問大家 我們就是 我們關於咱們 現在所學習的這些內容 你平時在看書的時候 遇到相關的這些真題 現在能不能上手呢 就是 如果說去做的話 能不能上手啊 來看一下 好不一定是嗎 好 那麼現在可能大家 就會出現一個焦慮期 就有一些同學 一到這夥了 就覺得我都好幾階課聽了 怎麼我還是不會呢 你要知道 像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十分之一的課程 就咱們十分之一的課程 還沒有到呢 所以別著急啊 別著急啊 因此就是放慢心態啊 放慢心態 好 那麼下面 剛才老師講的這節課 尤其是咱們空間 向量那裡啊 你一定要靜下心來 其實你去再聽一遍 絕對都能聽得懂 可能就是早上的課 你沒聽 所以下午聽課的時候 有点吃力 因為我們很多空間向量 當中的那些 比如說咱們點的運算 坐標的運算 或者幾何的運算 都是由咱們平面向量 那裡推倒過來的 所以你就覺得有點吃力 所以你把上午的這個課 補充一下之後就好了 其他就沒有什麼了 那麼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姿勢當中 有哪些姿勢是不會的 哪些姿勢是不會的 剛才這道題的答案 不用給大家 咱們的講義當中有 你去看講義 點層為什麼不滿足集合率 這個剛才有同學已經問過了 高中的小夥伴先別走 老師稍微打一下疑 然後還要給高中的小夥伴 加一點小噪 好 那麼你看 它為什麼不滿足結合率呢 現在如果說我們有三個向量相層 好 先求前兩個向量 對吧 它為什麼不等於咱們A向量 層上咱們B向量 點層我們C向量呢 就不等於呢 就是因為夾角不一樣 夾角不一樣 你看我先層的這個 雖然說前面這個是等於A向量 層上B向量 然後層的這個θ 它是A和B的夾角 然後接著 接著才與我們C向量相層 對不對 而這裡層的是什麼 層的是咱們B向量和C向量 它的夾角 理解這意思啊 好 那還有沒有什麼 老師有一個問題 一直有點暈 就是0向量 0和0向量同不同啊 0它表示的是一個數 0向量 它是一個向量 所以既有方向 又有大小 那麼我們0向量 它的方向是任意的 它的大小是等於0 這個清楚一下啊 但是你不用糾結 像這個不考 像考得這麼細不考啊 夾角的余璇 那個再講一下 等一下啊 X層為什麼C 是垂直於這個A和B的是吧 這個是規定 同學莉莉莉莉莉 你說X層為什麼C 要垂直於我們這個AB 這個向量 這是規定啊 我們兩個向量擦層 得到的這個向量 它的大小 老師講過了 它的方向呢 就於這兩個向量 所構成的這個平面 垂直 這是規定 好 向量C的模 是怎麼理解的 沒聽懂 向量C的模 哎呀 老師沒有給大家講 推導過程 老師給大家講 建立我們 就是跟三角形建立聯繫 是為了讓大家 記住這個公式 所以你不要懂 就是老師為了為什麼建立那個聯繫啊 老師就是幫助大家記公式啊 那麼它的模 不是推導出來的 就是等於A的模 乘B的模 再乘咱們Science Theta 好 咱們數學老師一定要有一個 就是 就是要不要進入一個路區啊 我一看到問出這些問題的人 都是曾經數學應該學的不錯的 都是應該是理科生 理科生就有這樣的一個特點就是 你不要跟我說 這是什麼 你跟我說怎麼推出來的 這是我們理科生的特點 但是 你要知道 就是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推出來的 有的就是約定俗成的 你知道就行了 明白這意思啊 來啊 向量機 它的這個 相反的這個交換率 有點不太懂啊 好 這個也其實也是讓大家背誦 但是有一些小夥伴 他就非要問 那麼我們來說一下啊 他為什麼 你就是 就是他為什麼不等於 他那個前面要加一個負號呢 就是因為 老師講的右手法則 你看 你我們我們 A王B我和B王A我 他明顯是兩個方向 你把右手法則 學會了就行了 你看啊 我把這兩個向量 如果畫出來的話 那麼這是我們A向量 這是咱們B向量 對吧 那麼我在握手的時候 A插成B 是不是 是這樣的一個方向 對不對 A插成B 是這樣的一個方向 好 而我們B 插成A的話 那麼 就是這樣的一個方向 他倆是不是相反的 他倆相反的 我們得到的 大拇指的那個箭頭 就應該是相反的 現在明白了沒有 好 0次方的話都等於1了 就是小婷子 你看 如果你是0次方 都等於1了 還研究他幹什麼 對不對 對吧 我們素的這個0次方 它是不是都等於1了 兩個向量插成的平方 為什麼等於磨的平方 兩個向量插成的平方 為什麼等於磨的平方 我知道你問的是這個問題 咱們高中的同學等一下 我們答110分鐘的時間 然後就開始講 好 就是你現在問的就是 就是兩個向量 他插成 對吧 他的平方 然後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我們插成之後得到的 是不是一個向量 所以我寫成這個向量 他的平方 這一步你能不能理解 你能理解的 給老師打1 來 能不能理解 能理解的給老師打1 好 那麼你看一下 這個它是不是等於C的平方 C的磨的平方 因此 因此我們是不是就等於 我們A向量 X層咱們B向量 括號他的平方 對吧 現在清晰了沒 好 來清晰的 是不是66的 是吧 現在明白了嗎 老師的理解力還可以 其實我每一次看到公平上的問題 我有時候會反應不過來 因為我是一個電腦 那個閱讀 有障礙的人 好 還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一直想問36頁 例二 正常的什麼二分之π到三分之π吧 小树林 我把你這個問題記一下啊 然後 等一下 老師想一下 然後 就是我們下課的時候 大家先別刷屏啊 我截一下屏 好 我明天後天上課的時候再回答你這個問題啊 啊 就是唐安問 剛才那個提 第四個選項 右邊 為什麼想等 這裡你可以暫時先不用管 等到我們線性代速學完了之後 你自動就明白了啊 或者我們講線性代速的時候 老師再把這個例子舉在上面啊 其他的沒有什麼啊 那就是第四個選項 我知道 就是唐安就是跟唐安問的是一個意思應該 是吧 是不是 我來看啊 第四個選項 等一下啊 32眼是不是 30 PPT32眼對吧 好我調到PPT 這是跟唐安問的是一個題啊 第四個選項 你可以暫時先不用管 然後 等到我們向量學完了之後你再管 好 咱們答疑呢 就到這 如果還有疑問的話 我們 星期一 晚上那節課還是提前十分鐘上課 然後有什麼問題繼續來問老師 好 在這裡呢 老師預祝大家 中秋節快樂啊 中秋節的時候 如果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的話 那就不要讓父母生氣 然後如果與自己的家人 組織了新的這個家庭的話 那就做一點好吃的 給 給自己的這個公公婆婆或者是老公啊 或者是兒子女兒吃啊 好 那麼其他的沒有什麼啊 中秋節快樂啊 明天過好節 然後後天呢來上課 好不好 下面我們高級中學的小夥伴留十分鐘的時間 老師給大家講一下怎麼看教材啊 好 所有高級中學的小夥伴請給老師打一 啊 高級中學的小夥伴請給老師打一啊 好 那麼我們看教材看什麼呢 嗯 主要看這樣的五個東西 首先第一個就是姿勢點 第二個就是我們姿勢點它的探究的過程 以及我們姿勢點它證明的這個 就是用到了哪個姿勢點和立題和練習題 什麼意思呢 就是現在我已經把教材發到了咱們的群裡面 必修五冊書都發到群裡面去了 就需要你們去看教材 有一些小夥伴他就會疑惑 老師 我看教材到底看什麼 那麼首先第一個你要看這節課的姿勢點是 什麼 比如說像我們圓的方程 你一看到題目你是不是就知道 咱們這節課的姿勢點是什麼 咱們這節課的姿勢點是什麼 咱們這節課的姿勢點就是我們圓的一般方程 對吧 也就是咱們它的這個表示形式 對不對 因此你就知道 這節課學習的就是我們圓的一般方程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姿勢點 好 有了這個姿勢點之後 咱們去寫三維教學目標 你就有東西寫了 我們在最後三次課的時候 會給大家三維教學目標它的模板 有了這個姿勢點 直接往模板裡面套就行了 所以咱們看教材看的第一個東西就是姿勢點 好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除了看姿勢點之外 咱們一定要注意這個姿勢點是怎麼探究出來的 比如說 我們是怎麼探究出 咱們它是表示圓的呢 我們是怎麼探究它是表示圓的呢 在什麼條件下它可以表示圓呢 好 進行了這樣的一個研究 怎麼研究的呢 讓學生來進行分類討論 我們把它變成咱們的標準方程 然後變成標準方程之後 那麼什麼時候它才滿足咱們圓的這個標準方程呢 後面這個要大於0 對吧也就是我們R的平方 它肯定是大於0的 因此 我們發現當這個大於0的時候 就是我們標準方程 就是我們圓的方程 當這個等於0的時候 只能表示一個點 對吧 一個點它的橫和縱坐標 好 表示的是一個點 當我們後面這個小於0的時候 你想 兩個平方之和小於0 是不是不能表示任何圖 圖形啊 沒有時數級 對不對 好 因此我們這個姿勢是怎麼探究出來的 咱們圓的一般方程是怎麼探究出來的 可以組織學生前後四個人為一個小組 然後讓他們結合我們以前學過的圓的標準方程 來探究 咱們這個方程在什麼條件下來能夠表示圓 好 這就是你的過程 這就是你的活動 這就是你的活動 那麼在這個活動當中 體現了什麼姿勢點呢 體現了兩個姿勢點 第一個姿勢點是我們以前學習的咱們的圓的標準方程 這是第一個姿勢點 第二個姿勢點就是分類討論的思想 就是分類討論的思想 好 那麼清楚了沒有 清楚了沒 來啊 來啊 那等一下 我不知道你們刷屏說的啥 我剛才沒看屏幕啊 很抱歉 嗯 好像有一些同學那個啥 嗯 搞得老實都不知道要講什麼啊 好 那麼這是我們第三 就是第三個要去注意的東西 現在總結一下啊 總結一下 我們看教材 第一個看的是教材當中的姿勢點 第二個是 我們一定要看這個姿勢點是怎麼探究出來的 它的活動是什麼 第三個是 這個探究這個姿勢點用了哪些姿勢 特別是以前學過的 學過的是什麼姿勢 那麼我們去寫教學過程的時候啊 比如說人家就會出這樣的題目 請你將我們圓的一般方程它的探究過程 書寫出來 它的探究過程書寫出來 這個時候 你是不是要把這個和這個都要書寫出來啊 對不對 那所以你自己肯定是不會寫的 那麼教材當中已經給我們提供了素材 再加上老師後三次課給大家講的模板 直接套進去就行了啊 直接套進去就行了 好這是我們要看的 然後我們考試的時候 除了會讓大家寫咱們新秀的這個探究過程之外 有時候還會讓大家編題 比如說你現在學會了 就是我們的學生現在學會了 什麼是圓的標準方程 請你編兩道立題 編兩道立題 讓學生來進一步認識我們圓的方程 或者是請你編兩道鞏固練習題 來鞏固一下我們今天所學習的知識 很顯然你自己是編不出來的 對不對 你就可以去看教材 我們教材當中就有我們的立題和練習題 這個清楚一下啊 所以我們看教材就看這樣的五樣東西 明白了沒 明白了給老師打一 明白了給老師打一 好其他的沒有什麼 那老師看一下啊 都聽懂了沒有 好這是我們高級中學的小夥伴啊 另外高級中學的小夥伴 肯定要難一點 就是你遇到的這個題目肯定要難一點 所以我建議你們一定要去看教材 對 你先看必修 我們考教學設計和案例分析 都是考咱們的 就基本上考的都是我們的必修的內容 啊 所以你去看必修啊 先完成必修的這個閱讀 其他的先不要著急 好吧 啊行 那麼還有什麼疑問 就是看教材這個 還有什麼疑問 有疑問的話可以問老師 啊 啊 那我們就要佈置作業了啊 明天咱們休息一天 那麼我希望你們明天後天 能夠把必修一看完 啊以後我都會給大家佈置作業 然後我會檢查作業 啊好 那其他沒什麼就下課了啊 啊 各位同學 拜拜啊 教材是在我們咱們的群裡面 去群裡面看 啊好 老師下課了 要不然有同學想聽回報還著急著呢啊 啊 因為我們後天才見面 咱們後天晚上才見面 所以老師提前祝大家中秋節嘛 對不對 老師有沒有說 好拜拜 各位拜拜啊 再見